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玄学灵异小说《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七百六十集 波老 这么多阴兵 秦大师怎么可能解决得了 不如我们就等这些阴兵走过去再说吧 是啊 连波老宁都没办法 秦大师怎么会有办法呢 徐华他们呢 以为波老是想刁难秦宇 毕竟啊 那可是上千的阴兵啊 谁敢上千挑衅阴兵呢 那不是嫌自己活着不耐烦吗 哼 都给我闭嘴 我难道还不清楚吗 波老怒哼了一声 目光看向秦宇 秦小子 能不能解决你给句话 我试试吧 秦宇右手揉了揉鼻子 朝着前面走去 他明白波老话里的意思 是想问他监察使者的身份 能不能搞定这些阴兵 看着秦宇走出森林 徐华四人脸上都露出着急之色 至于佛子和连云子 两人脸上却是露出若有所思之色 目光紧紧地盯着秦宇 当秦宇走出森林 迎着前方的阴兵队伍走去的时候啊 徐华他们就看到 阴兵队伍瞬间停了下来 所有阴兵的目光全部转向秦宇 手里的长枪也指向了秦宇 哎 秦大师不该逞强的 这可是阴兵啊 一个没弄好 魂魄都得被勾走 是啊 这么多阴兵 我就是站在这里看着 那浑身都发寒 更别说走出去了 张叶跟着说道 所以你这小子才只是这个修为 都给我闭上嘴巴 用你们的眼睛看 伯老没好气地说道 他的目光啊 也一直盯着秦宇 双手之间却是捏着两刀俘虏 情况一不对劲啊 就准备出手 在徐华等人的视线中啊 秦宇走到那些阴兵的面前 停留了许久 然后伸出了自己的左手 对准了那群阴兵 就好像是一个交通警察 在指挥路上的车辆一样 朝着某个方向指示 看到这一幕啊 徐华等人的表情变得古怪起来 这秦大师也太大胆了点儿竟然想指挥阴兵 这可都是真正的阴兵啊 这一枪下来就能把人的魂魄给勾走的 戏弄阴兵这不是老兽星上吊 闲自己命长嘛 不过很快 徐华等人的眼珠子便瞪得老大 不可思议的看着眼前的一幕 那些阴兵竟然真的按照秦宇 所指的方向行动起来了 甚至啊 在走过秦宇身侧时 还很恭敬地低下了头 这些阴兵 不会是秦大师请来的群众演员吧 张叶的嘴角抽出了一下 有些不可置信的问道 没有人回答他 因为所有人都沉浸在这份震惊当中 一个活人竟然可以指挥得动 阴兵队伍 这已经是打破了他们的认知了 只有伯老表情没有什么变化 因为啊 这在他的预料当中 这样的一幕 在多年前他也看到过 而且当初他也和徐华他们一样的震惊 看着阴兵队伍的离开 秦宇也是松了一口气 还好 这监察使者的身份果然好用 这些阴兵啊 还是很给面子的 解决了阴兵的问题 秦宇回过头 伯老也带着其他人从森林中走了出来 除了伯老之外 秦宇可以感觉到 其他人看他的眼神都变得有些古怪了 好了 继续赶路 时间不多了 伯老继续在前面领路 其他人呢 就算是有话想问 也没那个时间了 因为伯老叮嘱他们 接下来的路啊 谁都不许说话 没有了森林 伯老的速度快了许多 秦宇三人还好 徐华等人不得不全力跟上 不然呢 很容易就掉队了 就算让他们说话 伯伎也没有心情说话分心了 一直到了天色泛白 已经是凌晨时分 伯老终于停了下来 而众人也终于是到了山顶了 徐华几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拼命的喘气 至于秦宇 则是打亮起四周的环境 山风吹来 吹动秦宇的衣角 秦宇一行人 却是站在山顶的一块 巨石上方 前方啊 便是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 两侧则是无尽的云海 伯老看了眼天色 将手里的莲花灯 小心地放置在地上 目光看向所有人 开口说道 在有一个时辰 你们就要进入三十六栋天福地了 在这之前 有些事情我要交代你们 博老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正色起来 目光看向博老 等待博老开口 我不管你们协会的会长 是怎么和你们说的 我只能告诉你们 三十六栋天福地 并不是一个和平的修炼圣地 相反 甚至比玄学界还要残酷 在这里 如果你实力不如人的话 要么选择服软 要么选择死亡 博老的表情变得很是严肃 我知道你们在各自的协会中 都是精英 都是天才 甚至在玄学界 也都是年轻一代 名气不小的 但是这些 在三十六栋天福地里 连屁都不是 博老说到这里的时候 目光尤其在徐华四人 还有佛邪的 那两个和尚身上扫过 当然 如果你们有勤于 这三小子的实力 在里面只要不太嚣张 还是不会吃亏的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在里面不要有什么协会之分 进去之后 人家都只会把你们 当作是一体的 没有人会跟你们 分什么道协佛协玄学会 要想在里面混得好 最好摒弃协会之别 团结在一起 博老的话呀 让得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这些话 虽然他们各自的会长 都跟他们说过 但是却没有博老说的那么重 好了 有什么疑惑 你们现在可以问我 看到了众人沉默 博老说道 博老 进入三十六栋天福地之后 一个月满 要离开的话 那我们从哪里出来呢 清语第一个开口问道 三十六栋天福地内 有很多的传送阵 可以将你们从里面送出来 一会儿你们进去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一个坐标点 到时候你们就在传送阵内 输入这个坐标点便可以出来了 而我会在外面等你们 不过要是超过一个月的话 过期不后 那要是实在耽搁了 错过了一个月的期限 也可以从传送阵里出来的吧 一位佛邪的和尚接着问道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总不会错过了时间 就没法出来了吧 可以出来 不过到时候 你们就要自己走下山了 我可以告诉你们 除非你们达到了六品宗师境界 不然是不可能走出这座山的 说到这里的时候啊 博老却是瞟了秦宇一眼 眼神闪烁过一缕古怪之色 在心里自言自语道 这小子不算在内啊 博老 如果在里面杀人的话 会怎么样呢 连云子开口了 而他说的话 也让所有人嘴角抽出了一下 秦宇更是微微摇了摇头 这位啊 可真是杀气十足啊 能问出这样的问题 那也是猛人了 只要你能在里面躲过追杀一个月 那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博老答道 连云子没有再问 而是摸了摸自己背后的剑 站在悬崖之上 静默不语 给你们提个醒 三十六栋天福地 不只是修炼的地方 里面还有许多外面已经绝迹了的珍贵草药 说完这些话之后啊 博老将放在地上的莲花灯给拿了起来 对准前面的云海 双手一个掐绝 莲花灯便朝着云海飘去 最后啊 在云海之间飘浮着 若隐若现 与此同时啊 东方 第一缕晨曦之光 开始出现 这缕红光啊 从远处而来 落在大山身上 落在云海深处 最后啊 落在了莲花灯上 梁花灯上的那缕火苗 突然冲天而起 而无数的晨曦啊 也像得到了召唤 疯狂的照射在莲花灯之中 莲花灯旋转 火苗落在云海中 整个云海在短短几秒钟之中啊 就变成了火海 这一幕啊 震撼住了所有人 也包括秦宇 一望无际的火海 是那么的波澜壮阔 那一片掉月的红 让得所有人的心情 都跟着沸腾了起来 而伯老 双手并没有停下 依然不停地变化手势 而那莲花灯呢 也随着伯老的手势变化 开始在火海中 不断地移动 最后啊 漂浮在了火海上方 斗转转 斗转星夜 莲花引路 开 开 开 伯老一声轻贺 那莲花灯上的 九片花瓣啊 开始慢慢散开了 而下方的火海啊 也开始配合 莲花灯的变化 凝聚成了九片 花瓣形状的火焰 落在这莲花灯下 莲花灯旋转 下方的九片花瓣火海 跟着旋转 一直持续了三分钟 伯老双手一张 莲花灯上的九片花瓣 彻底地散落 落在了火海之中 哄 一道火焰冲天而起 在火海上方凝聚 慢慢地凝聚成 一扇门的形状 而与此同时啊 九片花瓣火焰 开始朝着山顶飘来 从火焰门啊 一直排到 秦宇等人的面前 踏上这花瓣火焰 走进了火焰门 你们就可以到达 三十六洞天伏地了 记住 这个点的坐标 是十五传送点 这个火焰门 只能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后 就会自动关闭 到时候 你们再选择 十五传送点出来的话 位置 就是在这大山里的 某个随机位置 我也跟你们交个底 这座大山 有很多恐怖的存在 就连我也不敢到处乱走 到时候 别指望我会去救你们 好了 最后 祝你们这群小子好运吧 伯老话说完 连云子第一个走上了火焰花瓣 走上那火焰门 然后走了进去 所有人都看到 连云子走入火焰门后 身影是直接消失不见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也进去吧 佛子招呼了一声 跟着连云子的身后 接着呀 是佛邪的两位和尚 然后是徐华四人 而秦宇则是走在最后面 伯老 您有什么事情 要交代的吗 等到所有人都进去后 秦宇却是站在火焰门口 回头看向伯老 他会最后一个走啊 就是因为 接到了伯老的暗中传言 秦小子 大山那家伙 让我给你带句话 无论在里面做了什么 只要能从三十六洞天伏地离开 便不会有人找你的麻烦 听到伯老这话呀 秦宇愣了一下 大山宗师这话的意思 貌似有鼓励 他在三十六洞天伏地 肆无忌惮地行事 这种意思 这话的前台词啊 那就是 别怕 在三十六洞天伏地里面 可以尽情地去破坏 只要能平安出来 出来后 什么事情都会有人 给你顶着 深深地看了眼伯老之后啊 秦宇的嘴角 微微扬起一抹笑容 转身 踏入火焰门后 身影消失不见了 这一次应该是有些热闹了 连云子是个杀气腾腾的主 这佛子连我都有些看不透 至于秦小子 那也是一肚子鬼心思的家伙 也不是一个安分的家伙呀 伯老的脸上露出了古怪之色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怪笑了几声 双手一挥 那火焰花瓣啊 重新落回火海当中 只有火焰门依然屹立在空中 砰 屁股处传来一阵疼痛感 秦宇这才发现呢 周围恢复了清明 没有了先前踏入火焰门后 产生的那一刹那的眩晕 都来齐了是吧 连云子的声音呢 响了起来 秦宇顺着声音方向看去 连云子所站的位置 下面呢 有着一个星阵符文 而在这星阵符文内 镶嵌着一组数字 从一到三十 这就是传颂阵 要离开的话 咱们要踩在十五这个数字上 便可以了 连云子难得的 给众人解释了一句 阿弥陀佛 不愧是号称修炼圣地 这里面的天地灵气 确实要比外面浓厚了许多呀 佛邪的一位和尚 惊讶地说道 虽然早就有所了解过了 但是真正感受到 这里的灵气波动 才会发现了 比传言还要浓厚许多 这才只是最外围 要是靠近山头位置的话 你就会知道 什么叫做灵气浓郁了 连云子不屑地说道 阿弥陀佛 连云子道兄说得没错 三十六栋天福地 越靠里面 灵气越加浓郁 对修炼的帮助 也就越大 佛子跟着说道 秦宇 急目望去 隐约可以看到 几处高山 在云雾之中 若隐若现 而他们此刻所在的位置 却是平原地带 你们有什么想法 还带着这几位脱油瓶吗 连云子看向秦宇和佛子 又看了眼一旁的徐华等人 问道 道兄的意见 说句不好听的话 他们在三十六栋天福地 只是垫底的存在 最好还是找个地方 平平安安地修炼 等到一个月之期到了之后 再通过传送阵 离开就是了 但是我们三人不同 以我们的实力 却是可以更进一步 但也只限于我们自身了 想要带着他们 只会被拖累 连云子的话 说得很直白 秦宇也听明白了 就是让他和佛子放弃 自己协会的人 三个人单独行动 以他们三人的实力 在这三十六栋天福地内 绝对是不会吃亏的 不过呀 看着一旁的徐华四人 秦宇却是摇了摇头 倒不是他多么的有集体感 而是一进入这三十六栋天福地之后啊 就将徐华四人给抛弃 这显得很不厚道 而佛子也是和秦宇一样的想法 这同伴们呢 都摇了摇头 随便你们 那我就先走了 连云子没再说话 这近来的九个人当中啊 只有他是孤身一人 当下呀 直接是迈步 朝着远处深山走去 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阿弥陀佛 亲大师 这三十六栋天福地 有许多神奇的地方 但同样也是危机并存 平原地带并不是一个安全的修炼场所 据我了解 在每一座山内 都会有许多的山洞 只要能抢占到一个山洞 就可以在这里安心休息了 佛子看向秦宇 说道 嗯 那咱们也出发吧 秦宇点了点头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一行人开始朝着最近的一个山头出发 一路上众人的速度倒是不快 因为这一路上有许多的奇花异草 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甚至有些还是上了年头的药草 这在外面 都是弥足珍贵之物 就算秦宇他们不是药师 也是看得心动不已 徐华几人更是一路上采摘了不少 打算到时候带出去 绿草音音 大树参天 鸟兽鸣叫 这样的环境 让得不少人都放松了心情 最关键的是 随着天地灵气的越发浓郁 每个人一边走 一边都开始吸收起 这天地灵气来 可惜啊 没有能将小九那小家伙带进来 不然的话 小家伙估计会兴奋坏了 秦宇有些遗憾地想到 这样的环境 是小家伙最喜欢的 秦大师 你看前面 佛子的目光凝视着前方 突然朝着秦宇说道 那里有人 秦宇顺着佛子的目光 朝着前方看去 发现前方不远处 站着四五位青年 这些青年的表情 都十分的愤怒 此刻正聚集在一起 商议着什么 这些人 都是三十六栋天福地的人 秦大师 咱们要不然就绕路吧 身后的徐华 也看到了那些青年 朝着秦宇说道 徐华会有这个想法呀 是因为张会长 交代过他们 要是遇见 三十六栋天福地的人 能避开就避开 不能避开的话 也尽量 不要和对方起冲突 走不了了 秦宇笑了笑 答道 因为那四五位青年男子 也已经看到了他们 并且怒气冲冲地 朝着他们走来了 你们都是从外面来的 一位领头的男子 目光在秦宇一行人身上扫过 质问道 哼 肯定是了 他们这样的穿着 只有那些外来人 才会这么打扮 还没等秦宇答话 那青年身边的一位男子 便开口说道 你们和那牛鼻子道士 是什么关系 是不是一伙的 领头男子再次质问道 秦宇和佛子对视了一眼 两人都看到 这五位青年男子 脸上是青一块 紫一块的 不禁表情变得古怪起来 因为他们都想到了一个可能 这几位啊 不会是被连云子给糟了吧 看来 你们果然是和那牛鼻子 倒是一伙的 五位青年男子 瞬间杀气腾腾地 看着秦宇一行人 其中一位冷横道 哼 那位牛鼻子道士 竟然暗中偷袭我们 实在是可恨 既然你们和牛鼻子道士 是一伙的 那就先在你们身上 收点利息 至于那牛鼻子道士 我们也不会放过他的 迟早会找到他 听着这青年男子的话 秦宇和佛子的表情 更加的古怪了 要说连云子将他们揍了 两人相信 可要是说连云子会偷袭他们 这一点呢 两人是不相信的 说句难听点的 眼前这五个人 连一位无品境界的都没有 会值得连云子去偷袭吗 不过是给自己留点脸面罢了 不过呀 秦宇倒是好奇 连云子为何出手 揍着一群人一顿呢 虽然连云子这人 比较桀骜不勋 但也不是那种 胡乱出手的人 甚至说句不客气的话 没被连云子看在眼里的人 根本就是被他无视掉的 阿弥陀佛 不知道诸位 与连云子道兄 有什么恩怨 不妨说出来 让小僧等人听听 佛子开口了 他的想法和秦宇一样 也对连云子 为何会出手而好奇 哼 谁不知道 这望风领 是我们师兄弟几人 平日的修炼场所 那个牛鼻子道士 一声招呼都不打 竟然就想闯过去 我们当然不让 住嘴 先前开口的青年男子 显然是说漏嘴了 被领头男子给打断了话 而秦宇等人 也从这青年男子的话里 明白了大概的经过 这五位男子 显然是看到连云子是一个人 加上对连云子 这样的外来者很不屑 想要阻拦连云子通过 然后就被连云子 给胖揍了一顿 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徐华几人 却是在后面暗自偷笑 眼前这五位可真牛逼 连连云子都敢来 那位可是无法无天的主 只是胖揍一顿 那还算是好的了 惹得火起了 没准一箭就劈下来了 好了 事情的经过也都清楚了 既然是你们阻拦在先 那就怪不了连云子了 咱们也走吧 秦宇淡淡地说道 走 你们以为你们是谁 不过是几个外来者而已 在外面你们是天才 但是在这里面 什么都不是 五位年轻男子突然排列开 隐隐成一个阵法方位的战力 拦住了秦宇等人的去路 秦大师 我来吧 佛子笑着 抄着秦宇说了一句 秦宇点了点头 对付五位 连无品境界都没有达到的人 佛子一个人 确实足够了 佛子缓步走出 手腕出的佛珠 轻轻撵动了几下 脸上带着笑意 一步一步地朝着那五位青年男子靠近 相反 那五位青年男子 随着佛子的靠近 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吃力起来 甚至到后面 一个个脸胀的通红 就好像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般 破 佛子一语轻起 五位青年男子纷纷惊呼出声 然后朝着两边跌倒 掉落在草丛之中 滚了好几米后 才停止下来 这 这怎么可能 你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修为 你们外来者 历界都没有这么厉害的 领头的那位青年男子 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佛子 脸上充满了惊骇之色 却是再也不敢靠近了 先前那位牛鼻子道士 便已经是让他们震撼不已了 几个人以为啊 那牛鼻子道士 应该就是这批外来者 最厉害的一位了 便想着 在剩下的外来者中 找回点面子 可没想到 这位和尚看起来 一脸的稚嫩 修为境界 竟然这么的恐怖 不比那牛鼻子道士差 你们还没见过秦大师出手 不然还不得眼珠子 都得掉下来 徐华看着这几位青年男子 小声地自语了一句 好了 咱们走吧 秦宇招呼着众人 继续前进 丝毫没有再理会 这五位青年男子 说白了呀 这几位只是不入流的小角色而已 不值得在他们身上 耽搁太多的时间 秦宇可是知道啊 真正厉害的人 都是会选择 在山头的洞中修炼 而这五位啊 却连个修炼的山洞都没有 显然是在三十六栋天福地内 属于排不上号的小人物罢了 秦宇一行人离开 那五位青年男子 就重新聚集在一起 看着秦宇离去的背影 其中一位问道 大哥 现在怎么办呢 这些人实力太强了 咱们根本就不是对手 哼 咱们不是对手 不代表其他人也不是 别忘了 外来者和某些势力 可是有不少仇怨的 咱们五人现在分头行动 去通失那些势力 我相信到时候 会有人替咱们出这口气的 从这五位青年男子 所在之处走过 秦宇也终于明白 为什么这里会被叫做望风陵了 因为从这里看去啊 可以看到前面一座座 高耸入云的山峰 一转眼过去 这些山峰啊 一共有三十六座 三十六栋天福地 也正是因此得名 传说呀 每一座山峰 都拥有一位大能存在 不过呀 这么多年来 别说是秦宇他们这些外来人 就是被带入三十六栋天福地的天才们 也都没有见到过 三十六栋天福地 开放了几百年 最早的一批天才啊 是在这里发掘的 娶妻生子 开始了自己的族群繁殖 而这些人便被称为 三十六栋天福地的原住民 而秦宇他们 在对方口中便是外来者 阿弥陀佛 三十六座山峰的下方 会有专门修炼的洞服 不过大部分都已经有主 就算是那些无主的修炼洞服 要想获得进去修炼的资格 也不是那么的简单的 佛子看着这些山峰啊 开口说道 三十六栋天福地的一些势力啊 和三大协会有过约定 三大协会的精英者 可以到这里修炼 但是啊 能不能获得洞府修炼的资格 就要靠他们自身的本事了 佛子似乎是对三十六栋天福地的情况 很了解 继续介绍他 每一座山峰之下 都有一个试炼塔 这试炼塔据说是山峰主人所创立的 在三十六栋天福地对外开放之时 便已经存在了 而要获得在洞府修炼的资格 只有通过试炼塔 并且根据试炼塔的成绩 来决定洞府的好坏 而且 这三十六座试炼塔的试炼内容 也都各不相同 这也许是和山峰主人修炼的方向 有关系 像秦大师这样主修风水的 可以去第五座山峰 那座山峰下面的试炼塔 叫做风水塔 其他人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试炼塔 只有这样 成功通过的可能性才会大点 而且还会有所收获 听了佛子的话 秦宇眯着眼睛 朝第五座山峰看去 虽然第五座山峰啊 离着他并不远 不过奇怪的是啊 山峰下的情况 他却看不到 那里有着一层薄雾 在笼罩着 又是结界 一见这情况啊 秦宇便明白 这每一座山峰之下 都有结界 阻绝了其他山峰的人的窥探 而徐华四人 听了佛子的话后啊 除了徐华的脸上 露出一道细色 其他三位啊 都有些失落 佛子的话 意味着 他们要跟秦大师分开了 因为他们主攻的方向啊 并不是风水 四人当中 只有徐华 才是一位风水师 可以继续 和秦大师在一起 秦宇一眼便看出了 张叶三人的想法 皱了皱眉 这可不是什么好苗头 当下陈生说道 张叶 你们三人 都是玄学会的精英 能够进入 三十六栋天福地 已经是证明了 你们的天赋和实力 修炼意图 最主要的 还是要靠自己 秦宇的话呀 让得张叶三人 浑身一震 是啊 从三会大比开始 他们就开始 依赖起秦大师来 总觉得有秦大师在 遇到什么难题 都可以解决 而秦大师 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但是秦大师 不是他们的保姆 不可能时刻跟着他们 更何况啊 修炼 还是得要靠自己 去修炼的 总不能让秦大师 代替他们修炼吧 作为玄学会的精英 张叶几人的天赋 自然是不必多说的 都是属于拔尖一类 当下全部坚定地点了点头 一扫先前的失落表情 重新燃烧起了斗志 阿弥陀佛 秦大师 我们也就此告辞吧 佛子要去的山峰啊 和秦宇他们又是不同 当下双方便分道扬镳 秦宇带着徐华两人 朝着第五座山峰走去 而张叶他们呢 也各自前往自己所在的山峰 第五座山峰 秦宇和徐华两人 走了近两个小时 才来到山脚底下 这也再次印证了一句话 望山 抛死马 来到山峰脚下 秦宇和徐华 都有些愣住了 这山脚啊 就是一个城镇 而且还是那种很原始 很古老的城镇 许多石墙搭成的房子 而且啊 还是属于那种 杂乱无章的随意建造 零零散散的 没有丝毫的秩序可言 在这些石房子的中心处啊 则是一座巨大的石塔 塔尖高耸入云 和山峰顶部一样 没入了云端深处 根本就看不到头 秦宇和徐华对视了一眼 这就是试炼塔 秦大师 我怎么感觉 咱们来到了某个原始部落呀 徐华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你再仔细看看 秦宇笑了笑 说道 看清楚 这些房屋的布局 听了秦宇的话呀 徐华再次仔细地打量起 下方的这些石房子 可看了半天 依然是没有任何的发现 作为一位风水师啊 第一眼 他便是寻找这些房子 之间的联系 会不会暗含某种玄机 不过最终还是确定 这就是一群杂乱无章 随意建造的石房子 你把这左边第五座房屋去掉 然后从前卫开始算 第三栋房子也去掉 再然后 把正位上的那房子给移走 秦宇在一旁开口指点 而徐华则是在脑海里 按照秦宇说的 重新排列这下方的房子 半闪后啊 眼中却是闪过震惊之色 惊讶地看向秦宇 巨灵镇 嗯 这确实是一个巨灵镇 而且还是隐藏的巨灵镇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那几间房子应该都是空房 而且那里还暗藏了玄机 毕竟巨灵镇是止据不散 以这片空间的灵气浓郁程度 很容易就将整个部落给饱和了 有时候灵气多了 也不一定是好事 所以才会有那么几间空房 秦宇的眼中啊 金光一闪 说道 好了 咱们也该进去看看了 一个月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还是别浪费了 两人来到山脚 秦宇的目光啊 第一眼就落在了前方的一块青石碑上 这石碑显然是有着许久的历史了 上面的青苔和裂缝 证明着曾经饱受风霜的摧残 风水村 好不容易才看清啊 这掩埋在青苔下的三个大字 秦宇眯着眼沉思了半晌 便迈步和徐华两人 踏进这个村子内 这一踏进村子呀 便有许多小孩盯着他们 这群小孩大多数都是赤膊上身 一个个虎目有神 尤其是其中一位 看起来才十来岁的小孩 让秦宇停顿了一下脚步 这位小孩竟然已经是一位巷师了 虽然只是最低的一品风水师 但是这个小孩才只有十岁呀 十岁放在外面呢 就算是那些风水师家 估计也只是才刚刚开始进行启蒙教育 如果说一位十岁的一品巷师 还只是让秦宇有些惊讶而已 但当走过第一间石房子前 看着那位光着上身在打铁的铁匠 秦宇的嘴角却是抽出了好几下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九灯和善 演播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第七百六十二集 一位打铁的铁匠 竟然是一位四品的风水师 那身上的气场 秦宇一眼就感觉出来了 有那么一刹那呀 秦宇想起了曾经看到过的一部电影《功夫》 在那部电影中啊 同样有那么一个地方 表面上看起来啊 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地方 但实际上却是藏龙卧虎之地 每一个人普通的身份下 都是隐藏的高手 而现在的情况啊 和《功夫》这部电影 又是多么的像 一个铁匠 竟然都有四品的境界 这要是放在外面 那也是有许多 达官贵人的座上兵啊 感觉到秦宇的目光 那铁匠也抬头看了眼 秦宇和徐华 不过很快啊 就低下了头 继续自己手里的活了 对于秦宇和徐华 这样的陌生人出现 他们没有丝毫的惊奇感 四品的铁匠 四品的裁缝 甚至还有五品的木匠 秦宇已经麻木了 也就只有在这三十六栋天幅地内 在这风水塔下 在这风水村内 才有可能有这么多的风水师 而且啊 还从事着传承了几千年的 普通职业 这简直就是人财浪费啊 这一路来 秦宇也理解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这些人虽然都是风水师 而且境界还不低 但是这里却没有他们的用物之地 因为这里人人都是风水师 谁也用不着其他的风水师 而这些风水师还是凡人 也得吃饭生活呀 自然得靠其他门路来维持生活 风水村的现象 打破了秦宇对三十六栋天幅地的印象 一开始秦宇以为 三十六栋天幅地里的人呢 全部都是修炼框 每天都是修炼 修炼 再修炼 但是很明显 现在看到的才是真实的情况 你们两人是外来的人吧 就在秦宇思考的时候啊 一道清脆的声音 却是从左边传来 秦宇和徐华双双回头 那是一位十来岁的小女孩 正站在左边的巷道处 大眼睛盯着她们 小姑娘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外来的人呢 秦宇的脸上摆出了 自认为慈祥的笑容 朝着小女孩走去 不过呀 很显然她失败了 她这一走过去啊 小女孩却是飞快地往后退 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无奈啊 秦宇也只能站住了 你们身上的衣服和我们不同 和几年前的那位坏蛋一样 肯定就是外来者 小女孩肯定地说道 坏蛋 秦宇和徐华对视了一眼 两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疑惑之色 徐华开口问道 小姑娘 你说的坏蛋是谁啊 坏蛋就是你们啊 小姑娘手指着秦宇和徐华 气嘟嘟地说道 我们是坏蛋 徐华和秦宇再次对视了一眼 两人的表情都有些尴尬 他们出道这里 怎么在这小姑娘的眼中 就成了坏蛋了 就是你们这群坏蛋 害得姐姐被阿爹惩罚 小姑娘说着说着呀 眼眶红了 两行泪水直接就流下来了 小姑娘 你别哭啊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 你这样 别人会以为我们欺负了你 徐华连忙跑上前 安慰道 而这一回呀 小姑娘却是没有哭 只是在那儿不停地哭泣哩 小姑娘 小妹妹 你倒是别哭啊 徐华是彻底崩溃了 这小姑娘一个劲地哭 要是一会儿有人从这里经过 还以为呀 他们是欺负小姑娘的怪叔叔呢 也不知道这里的人 知不知道怪叔叔这个梗 小妹妹 你告诉哥哥 为什么你会说哥哥是坏人呢 秦宇走过来 右手摸着小姑娘的头发 声音轻柔地说道 这是啊 秦宇这不走过来还好 一走过来 小女孩抬头 看了秦宇一眼 小嘴一扁 一下子哗啦啦地 大声哭泣了起来 直接是坐在了地上 这 徐华的神情 有些古怪地 看了秦宇一眼 秦宇也是尴尬地 揉了揉鼻子 这个小姑娘 还真是不给面子 自己不就是长得黑点吗 难道她就看不出来 在这有黑的外表下 藏着的一颗善良的心吗 难道这么小的女孩 也知道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了 人间不差呀 喂 你们两个外来者 在干什么 就在秦宇和徐华 措手无策的时候啊 一位年轻女子 却是出现在了巷子口 看到坐在地上哭泣的小女孩 连忙跑了过来 你们这些外来者 还不给我让开 女子很彪悍 一下子就把徐华给推开 拉起地上的小女孩 当看清小女孩的容貌时 却是愣了一下 不过还是把小女孩 给抱在了怀里 双眼带着愤怒 瞪向秦宇和徐华两人 秦宇看着眼前这位女子 很简朴的装扮 有点类似于唐代时候的衣服 却没有唐朝女子的柔弱感 相反呢 一张俏脸带着英气 尤其是一对剑媚 此刻微微上挑 正义感十足 这位小姐 我想你是误会了 我们并没有欺负 这位小姑娘 小姑娘见到我们 就喊坏蛋 就哭了 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秦宇摊了摊 双手解释的 哼 要不是我知道 可可家的情况 早就一拳揍你了 女子冷冷地 看了秦宇一眼 显然呢 对秦宇和徐华 两人的感官并不好 秦宇归咎为 对方对他们 这些外来者的厌恶 只是 秦宇不明白的是 这女子对他们 这些外来者的厌恶 是从何而来 她们在这 三十六栋天幅地内 只待一个月 相信每一位 进来的人 都是争分多秒的修炼 也不可能和这些人 产生多大的交集 可可 咱们回去吧 女子揉了揉 小女孩的头 温柔地说道 小小姐 我姐姐想要见他们 小姑娘收起了眼泪 半哽咽地说道 见他们 没见 怎么就还不死心呢 女子有些愤怒 又有些无奈 可可 这件事情 姐姐帮不了你 女子就要拉着小女孩离去 不过呀 这个叫可可的小女孩 却是站在原地 不愿意走 一双大眼睛 可怜兮兮地 看着女子 两人就这么僵持着 半晌后啊 那女子终于心软了 叹了一口气 好吧 姐姐 就帮你这一次 嗯 谢谢小小姐姐 可可听到这话呀 破题而笑 你们两个 跟着我来 女子看了秦宇和徐华一眼 说完这句话后啊 便拉着小女孩 朝着巷子里走去 徐华 却是将目光 看向秦宇 秦宇眯着眼 看着女子离去的背影 点了点头 徐华这才迈步 和秦宇一起 跟上那女子的步伐 女子带着秦宇和徐华 绕过几条巷子后啊 确实在一间 十房门口 停了下来 回头冲着两人说道 在这里等我 说完这话后啊 便一个人推开门 走了进去 十来分钟后 女子出来了 手上却多了两套衣物 换上这衣服 那地方 不是你们外来者 可以去的 女子将手上的衣服 丢给秦宇和徐华 两人看了一眼 这是一套 这里原住民身上 穿的衣服 很是宽松 也不用脱下 原来的衣服 直接是套了上去 可可 你先回家吧 我会把他们带到 你姐姐那里去的 女子低头 朝着可可 说了几句话 小姑娘点了点头 就很乖巧的 一个人离开了 接下去 无论看到什么 遇到什么人 你们两个都不要慌张 也不要胡乱说话 看我的眼色形式 听懂了没 等小女孩走后 女子表情凝重地 朝着秦宇和徐华说道 啊 秦宇不置可否地答道 女子没有再说话 继续在前面带路 这回啊 却不是朝着巷子里钻了 而是带着秦宇和徐华两人 朝着村外走去 出了村啊 走上了一条小道 这是一条山路 弯弯沿沿 一路上倒是有不少劳作的人 这些人和外面的普通农民 表面上看起来 没有丝毫的区别 不过身上的气场 却是让秦宇双眼微微眯了起来 尤其是女子 一路和这些人打招呼的时候啊 这些人的目光 在他和徐华两人的身上停留时 秦宇清楚地感觉到了 几道探究的目光 带来的压力 这份实力啊 又怎么会是普通的农民 能够拥有的呢 如果说 秦宇只是感觉到了压力 而徐华 则是冷汗都已经有些下来了 这些事先的主人 有不少境界都是在他之上的 他就感觉自己 好像被剥光了衣服 给这些人欣赏一样 没多久 在穿过一片田地之后 女子终于停下了脚步 目光看向前方 而秦宇和徐华 也第一时间朝着前面看去 在他们的不远地方 有着一个庄园 静静地坐落在这山腰之间 小姐 等一下 女子还要迈步 秦宇却是站在原地 没走动 甚至还伸手拦住了徐华 有什么事情 这个庄园 恐怕不简单吧 秦宇眼带深意地 看了眼女子 说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庄园 不是想进去就能进去 也不是想出来 就能出来的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这庄园 暗含了某种阵法 不知道小姐 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呢 秦宇淡淡地问道 再见到这庄园的第一眼 秦宇便已经察觉出了 这个庄园的不简单 随后的观察 更是让她确定 这庄园内 绝对是有阵法的存在 而且这个阵法还很厉害 在不清楚虚实之下 秦宇可不想 让自己置身显地 正所谓君子不立 危强之下 这个道理啊 她还是懂的 你竟然还能看出 这庄园暗含了阵法 女子颇有些意外地 看了秦宇一眼 也没有隐瞒 直接说道 这个庄园叫做毁过园 我们村里所有犯了错的人 都会被关进这个庄园内 按照所犯错误的大小 来确定被关闭的时间 而要见你们的人 就被关在这个庄园里面 那不就是监狱吗 徐华恍然大悟道 和监狱不同 在庄园内 只是被限制了自由而已 除了不能离开庄园 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受阻拦 女子看了眼秦宇 怎么 你是怕我把你们 骗进这庄园内 把你们关起来吗 秦宇没有答话 既不承认 也不否认 防人之心 不可无啊 我还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把你们这些外来人 给关进这毁过园 对你们来说 倒是便宜你们了 女子很干脆地说道 要不要进去 随你们 你们这些外来者 疑心病 都是这么的重 做人活得你们这么累 也不知道 还有什么意思 被女子给鄙视了 秦宇的脸上 却是没有什么 不悦的表情 半晌过后 秦宇才开口说道 小小小姐 请带路吧 记着 一会儿你们什么都不要说 看我的眼神示意 女子再次带着秦宇 和徐华两人 朝着庄园走去 到了庄园门口处 秦宇和徐华两人 这才发现 这庄园门口 却是有着一位老者 坐在那里 正抽着汗烟 王家小妙 你今天怎么来了 又是看小梅来的 老者看到女子 笑着说道 随即目光 在秦宇和徐华两人 身上打量 这俩小子看着陌生得很呢 不是咱们村的玩儿吧 爷爷 他们是我表哥 是第十二座山峰下村落的 女子很是随意地答道 哦 十二座山峰下的 那不是奇门遁甲村吗 这俩小子 是从奇门遁甲村出来的 老者眼神 带有深意地 看了眼女子 将手里的汗烟 给放下 说道 呵呵 正好 李爷爷我前不久 遇到一个奇门遁甲上的问题 你们两个小子 过来帮我看看 老者这话一出啊 女子的表情 陡然变化了几下 不过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眼神朝着秦宇和徐华这边 瞟了一眼 对着老者半撒娇地说道 李爷爷 我表哥他们 在奇门遁甲书上的造诣 怎么能和李爷爷您比呢 连您都难住了的问题 他们就更不会了 我看李爷爷 您就不必问了 嘿嘿 那可不一定 所谓树叶有专攻 咱们村啊 都是研究风水的 我对这奇门遁甲 也是出于爱好 自然没法和他们 奇门遁甲村出来的人 相提并论了 老者拿着汗烟干啊 就在地上画起了一幅 古怪的图 然后看向秦宇和徐华 俩小子 过来帮我看看 女子听到老者这么说呀 也知道 是躲不过去了 当下朝着秦宇和徐华 挑了挑眼色 这意思是说呀 一会儿别乱说话 不懂就说不懂 千万别露馅了 不过呀 秦宇却是朝着女子 笑了笑 然后拉住 想要往前走的徐华 一个转身 就往回走 嘴里说道 我们就先告辞了 不帮老头 我看看就走了 你们两个小子 也太没有礼貌了吧 一个闪身啊 那老者 却是出现在了 秦宇的面前 低沉着声音说道 李爷爷 我表哥他们 不是故意的 估计是你这问题 太难了 所以 才没有脸皮呆下去 这才向着离开的 女子连忙给解释道 是吗 老者的目光 却是看向秦宇 女子见状啊 连忙给秦宇使了个眼色 不过呀 秦宇却是视而不见 反而开口 朝着老者说道 旗门盾甲分为三部分 旗 门 和甲乙丙丁 为三旗 修 生 商 渡 井 死 惊 开 为八门 下面又有六甲 即甲子 甲虚 甲身 甲武 甲臣 甲嬴 而这一切的变化 都在于一个盾子上 而盾甲在石干当中 又最为尊贵 隐而不见 隐藏于六仪之下 老人家 你这局 却是没有盾甲 无盾不成甲 齐门盾甲的精髓是 穷则变 变则通 没有了盾甲 哪来的变化 这分明就是在戏弄我们 小可虽然不才 但身为齐门盾甲一脉 也该维持 我齐门盾甲一脉的尊严 就此离开 是最好的选拨 秦宇的这话呀 让那徐华愣住了 也让那女子愣住了 而那老者 也是有过短暂的惊恶 随即啊 却是爆发出一阵 爽朗的笑声 嘿嘿嘿 好小子 好小子 确实是厉害 竟然一眼就能看出来 不错 这个年纪 也只有齐门盾甲村的人 才有这个本事了 而且还得是 其中的佼佼者才行啊 秦宇看了老者一眼 他可以感觉到啊 老者身上的气场 开始变得平和 这说明对方是相信了 他和徐华的假身份 行了 你们可以进去了 不过按照规矩 在里面最多 不能超过一个时辰 老者拿着汗烟杆啊 走到了一旁 继续抽起了 自己的汗烟来 不再理会 亲与三人 没想到 表哥你这么厉害啊 女子背对着老者 嘴上说着赞扬的话 不过这面部表情 可不和话的内容协调 而是狠狠地 瞪了秦宇一眼 刚刚那么一会儿啊 可把他给吓死了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完整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763集 瞪完秦宇之后啊 女子才朝着门口走去 将大门给推开 三人进入之后 大门无声自动关上 好了 这门里有阵法的保护 李爷爷听不到咱们说话了 女子在自己的胸脯拍了拍 松了口气 目光看向秦宇 疑惑地问道 你既然这么懂秦门遁甲 为什么来到我们风水村呢 不是应该去秦门遁甲村吗 秦大师在风水上的造诣更高 一旁的徐华开口解释道 秦大师 女子注意到徐华对秦宇的称呼 见没一条 在你们外面 大师这么不值钱了 就他也能被称为大师 面对着女子的挑衅 徐华有些不服 不过呀 被秦宇给按住了 秦宇笑了笑 看向女子 小小小姐 别忘了咱们的正事 哼 我当然不会忘记 不需要你来提醒 女子冷横了一声 转身 朝着庄园内的某个偏院走去 梅姐 我来看你了 进入偏院之后 女子就冲着偏院内喊道 是萧萧妹妹吗 进来吧 我在忙着给菜地浇水呢 一道轻柔的声音 从院子内里传来 萧萧带着秦宇和徐华三人 朝着偏院内里走去 没过多久 秦宇和徐华两人 就看到前方的一块菜地上 有一位女人 正在给菜苗浇水 女人看起来是三十岁左右 弯着腰 一头绣发 竖在背后 一副贤妻的模样 而在这菜地的边上 却是站着一位小孩 十来岁的样子 很是乖巧的 给水桶加满水 似乎是感觉到 脚步声不止一顿 这女子抬起了头 目光看到萧萧身后的 秦宇和徐华时 却是愣了一下 问她 萧萧妹妹 这两位是 他们 他们是外来者 碰 女子手上的水瓢 掉落在了地上 整个人呆若目击地 站在菜地里 梅姐 你不愿意见到他们呢 那我这就让他们走 娘 你怎么了 萧萧和那小孩 同时开口说道 萧萧妹妹 别 女子清醒过来 连忙阻止道 目光有些复杂地 看向秦宇和徐华两人 既然是外来者 能不能让我看看 你们外来者的衣服 秦宇和徐华对视了一眼 一旁的萧萧见状 开口说道 梅姐让你们脱 你们就把外面的衣服 给脱掉 两个大男人 还扭扭捏捏的 被萧萧这么一说呀 秦宇也是无奈地笑了笑 和徐华一起 将外面的衣物给脱掉 露出了原来的衣服 果然和她一模一样 女子看到秦宇和徐华身上的衣服时啊 神情变得更加的复杂 甚至还带着一丝痴迷 半晌后 才回过神来 从菜地里走出来 到里面来吧 喂 一会说话注意这点 别让梅姐伤心了 萧萧叮嘱了秦宇和徐华一句 拉着那小孩的手 跟着走进了大厅里 居纳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到现在 都是一头的污水 徐华看向秦宇 骚了骚头 迷糊地问他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秦宇侧侧脸看了徐华一眼 自己心里 已经是隐约猜测到了 一点讯息 进入厅堂啊 只有萧萧一个人 坐在厅堂的椅子上 那女人和小孩 却都不见了 没一会儿 女人从屏风后走出来 却是换了一身衣裳 洗漱了手 至于那小孩啊 却是没有跟着出来 两位公子 不对 按照你们外面的说法 是应该称呼为先生 两位先生请坐吧 女人请秦宇和徐华两人 在椅子上坐下后啊 自己则在主位上坐了下来 开口说道 跟两位先生介绍一下 妾身姓柳 单名一个梅字 我知道在外面 没有那么多的规矩 两位先生可以直呼我的名字 我姓秦 单名一个语字 这位是徐华 秦宇也介绍起自己 和徐华来 秦先生好 徐先生好 柳梅又单独 朝着秦宇和徐华两人 礼貌示意 一旁的萧萧啊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说道 梅姐 你就别跟他们客气了 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有什么事情 就赶快问他们 你没和他们说过我的事情吗 柳梅看向萧萧 问道 没有啊 我也只是在路上 看到可可在哭 这才发现的他们两人 可可一定要让我 把这两人带到你这里来 别看可可人小 脾气可倔着呢 我要是不答应他 估计以后 可以一辈子都不理我的 原来是这样 柳梅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秦宇和徐华 似乎有些难以启齿 半赏之后 长吁了一口气 这才开口问道 两位先生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郑州这个地方 郑州 秦宇和徐华对视了一眼 同时点了点头 他就是来自那里 柳梅的脸上 露出回忆之色 两位先生 要是有时间的话 不妨就听我 给你们讲一个故事吧 九年前 有一位男子来到了 风水村 而对于当时啊 刚刚成年的 风水村的年轻男女来说 这位男子 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穿着打扮 都与他们迥然各异 而这些年轻男女 也第一次 从自己长辈的口中 知道了外来者这个词 也知道 这位男子 就是外来者 这位男子 来到风水村后啊 直接是去了 塔中间的 风水试炼塔 可惜的是啊 这男子 并没有能通过 试炼塔 按照村里的规矩 没有通过 试炼塔的外来人啊 是不能留在村子里 也不能登 后面的山峰的 所有人都以为 这男子离开了 然后啊 只有一位少女知道 那男子并没有离开 而是还在村子后面的 山峰内的 某座洞府修炼 这位少女 就是柳梅 当时的柳梅啊 年方二十 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 而且因为长得漂亮 村里啊 有不少小伙子 都暗恋着柳梅 算是真正的 村花级别的美女 不过呀 柳梅却看不上 村里的这些男生 一来是因为 柳梅在风水上的 天赋很高 村里的一般青年呢 都不如他 而是柳梅总觉得 村里的这些男生 都很木讷 很无趣 直到这位 外来者男子的出现 和村里所有的少女一样 外来者男子 在闯试炼塔的时候 他也在暗中偷看 当看到男子 沮丧地从塔内 走出来的时候啊 那副失落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 柳梅心里 突然产生了难受感 所以啊 在男子一个人 失落地走出村外的时候 他悄悄地跟了上去 喂 外来者 你要去哪里啊 这是柳梅第一次 主动跟男生打招呼 他站在村外的小路上 喊住了那位 神情沮丧 失落的外来男子 而柳梅的主动嗜好 也让他和那个男子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柳梅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那个男子 闯试炼塔失败 会那么的沮丧了 男子告诉柳梅 他们一批九个人进来 就是为了闯过试炼塔 得到在山峰洞府内 修炼的名额 而他失败了 这也就意味着 没有在山峰洞府 修炼的资格了 对于男子来说 失去了山峰洞府 修炼的资格 等于是这一趟的 三十六动天伏地之行 效果打了半折 而柳梅在听了男子的话后 却是做出了一个决定 一个违背了风水村规矩的决定 柳梅将男子带到了 他所在的修炼洞府 因为柳梅的天赋 闯过试炼塔 因此拥有在山峰洞府 修炼的资格 虽然只是短短的 三个月的修炼资格 但已经是让村里许多人 都羡慕不已了 将男子带入属于 自己的洞府之后 一开始 两人还能安心地修炼 但正应了那么一句话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而且女方对男方 还有所好感 要不擦枪走火都难 而且这男子嘴巴又甜 长得也好看 哪个少女不怀春 柳梅觉得 这就是自己想象中的白马王子 最终柳梅和男子 偷长了经过 两个人都是年轻人 又是出长经过 不禁陷入其中 无法自拔 尤其是柳梅 把男子当成了 自己的心上人 那一段的洞府时光 只觉得是人生中 最幸福 最甜蜜的日子了 可惜的是啊 一个月的期限 很快就到了 男子告诉柳梅 他要离开了 柳梅刚刚陷入爱河 自然是不想和情郎分开 便想着和男子 一起离开风水村 不过呀 男子却是拦住了柳梅 男子告诉柳梅 他要出去了 外面有人接应的 如果发现他带了人出来 到时候两人就要受罚 不如他先出去 到时候他再找机会 偷偷地进来 把他带出去 听到这里啊 秦宇和徐华 对视了一眼 两人都听出了 男子话里的敷衍之意 很明显 那个男子 是不想带柳梅离开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 被柏老警告过 不能带人 从里面出来 而九年前 柏老依然是庄园的主人 是带领选手 进入三十六洞天 府地的领路人 都说 恋爱中的女人 智商是下降的 也许柳梅 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例子 他竟然相信了男子的话 将男子送出村里 然后啊 就开始期盼着 不久的将来 男子会回来 带他离开 这一等 就是三个多月 柳梅没有等来 那位男子来带他离开 反而是等来了 另外一件 让他惊喜的事情 他怀孕了 是的 对于当时的柳梅来说 这就是惊喜 望着微微隆起的肚子 柳梅的心里 高兴极了 自己竟然拥有了 爱郎的骨肉 想必等爱郎来接自己的时候 听到这个消息 一定也会和他一样高兴的 只是柳梅显然已经忘记了 在村里人的眼里 他还只是一位 尚未出嫁的黄花大闺女 这突然挺着个大肚子 一下子让得村里 到处都是风言风语 谣言四起 而柳梅的父亲也开始盘问 这柳梅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一开始 柳梅的父亲只是生气 弃自己的女儿竟然偷偷摸摸的 跟男人好上了 但事情已经发生了 也于事无补了 这样的事情 在村里 以往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年轻男女偷偿静国 未婚先孕的例子 也有很多 只要找出那小子 然后和女儿 火速成亲 就可以了 但是当柳梅的父亲 从柳梅的口中问出 这肚子里的孩子 是自己的女儿 和当初那位外来者的 柳梅的父亲 当场就震怒了 要柳梅将肚子里的孩子 给打掉 可当时的柳梅 正期盼着爱郎 来带走她的幻想之中 又怎么可能 打掉肚子里的孩子 不管自己的父亲 如何发怒 她都不答应 按照风水村的规矩 如果村里 有人和外来者私通 那是要被关禁闭的 而且是终生禁闭 这个规矩啊 不仅是风水村有 三十六座山峰下的 每一个村子 在这一点上 全都是一样 柳梅的父亲 也只是想柳梅 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 将自己女儿 和外来者私通的事情 给隐瞒下来 可当时的柳梅啊 哪里能体会到 自己父亲的苦心 为此甚至 和自己的父亲 大打出手 宁愿被关禁闭 事情没有瞒下去 柳梅最终被村里人 给关了禁闭 关在了这毁过院内 而且是终生禁闭 有生之年 都不得离开 这毁过院 相比来说呀 风水村在这一点上 还是比较人道的 只是终生监禁 不像古代的有些地方 女子与人私通 直接要被禁猪笼 一开始 哪怕是被关在毁过院内 柳梅的心里 依然是充满了希望 觉得自己的爱狼 会回来找她的 一个月 两个月 当七个月的时候 听着自己亲人 每次来看自己 时候的哀声叹气 柳梅第一次 在心里产生了动摇 她真的会回来吗 而与此同时 十月怀胎期 终于是到了 柳梅顺利地 生下了一个小孩 从小孩出生的 那一刻起 柳梅开始 不再去想那个男人 而是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 小孩的身上 只是啊 按照村里的规矩 柳梅被判了 终生监禁 这刚出生的小孩啊 也同样 要在这毁过院 度过她的一生 和她的母亲 相依为命 我不怨她 哪怕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从来都没有 怨过她一次 柳梅停止了讲述 目光看向 秦宇和徐华 你们是不是 觉得我很傻 为了一个男人 赔上了自己的一生 秦宇和徐华沉默了 因为两人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 柳梅的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们和那男子 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 外来者 对于我自己的行为 我并不后悔 因为那段时光 确实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你们能明白吗 梅姐 我不明白 萧萧从椅子上 站了起来 那个傅心汉 就应该被千刀万剐 他毁了你的一生 不然的话 以梅姐你的天赋 早该拥有一座 专属自己的洞府了 小小妹妹 我问你 修炼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厉害 小小想都不想的就回答 而且啊 这是村里所有年轻人的共同答案 因为他们小的时候 大人们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 可变得厉害了之后呢 又是为了什么呢 柳梅再次问道 为了 为了 看到萧萧回答不上来 柳梅笑了 带着女人独有的妩媚 当初我也问过她这个问题 她告诉我 修炼是为了让自己更厉害 而让自己更厉害 是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 不受到任何的伤害 可是 她有保护了她心爱的人吗 她要是真的会保护她心爱的人 梅姐 你就不会在这儿毁过院 一待就是九年了 萧萧忍不住反驳道 除非 除非她心爱的人 不是梅姐你 这话一出啊 柳梅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苍白 而萧萧看到柳梅的苍白脸色 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连忙解释道 梅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没准她已经出现了什么意外 那也说不定呢 说到后面 萧萧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低 这个理由连她自己都不会相信 这么多年了 我早就看开了 柳梅的表情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白白手安慰萧萧的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764集 柳小姐 能否冒昧地问一句 九年前那个男子是叫什么名字 他叫张俊青 什么 徐华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 那男的叫张俊青 你聊聊什么呀 难道你认识那个傅心汉 萧萧不爽地问道 这个 秦大师 咱们能否出去说话 徐华朝着秦宇说了一句 然后看向柳眉 柳小姐 不好意思 我们先出去一下 徐华半拉扯地 将秦宇拉到了院子外面 秦宇皱眉问道 你认识那个张俊青 当然认识了 张俊青是前前届 咱们玄学会 唯一一个进入三十六洞天 伏地的选手 而且张俊青 还是张会长的儿子 张国平的儿子 秦宇的眼睛 微微眯起来 开始消化起这些讯息 是啊 张俊青 在进入三十六洞天 伏地的时候 是近三十岁 而且身上 已经有了婚约了 是和某分部会长的 女儿定的婚 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 我还跟着长辈 去恭贺了 所以才记住了这个人 行 我知道了 咱们进去吧 消化完徐华话里的讯息 秦宇再次和徐华两人 走进这厅堂内 秦宇 你们两个 是不是认识那个傅信汉 萧萧看到秦宇和徐华进来 怒视着两人 质问道 秦宇没有理会萧萧的质问 目光看向柳梅 柳小姐 不知道你想见我们 这些外来者 到底是有什么事情 如果有什么想问的 你可以尽管问 只要我们知道的 都会告诉你 她 还活着吗 沉默了片刻 柳梅的声音 有些颤抖地问道 活着 她有夫人了吗 有 萧萧的神色 变得更加愤怒了 柳梅姐被终生囚禁 那个傅信汉 居然在外面娶妻了 实在是太可恶了 秦先生 能不能请你帮一个忙 柳梅的请求 让得秦宇沉默了 在不知道柳梅的具体请求之前 她却是不好对对方许下承诺 秦先生的境界 连我都有些看不透 想来通过风水塔的试炼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不过 这位徐先生 可能有些危险 柳梅目光在秦宇和徐华的身上 扫了一眼 说道 梅姐 这怎么可能呢 你可是即将踏入六品宗师境界的人 怎么会看不出她的修为境界呢 萧萧听了柳梅的话 却是惊讶地说道 同时啊 也告诉了秦宇和徐华 这柳梅的境界 秦宇倒是没有过多的惊讶 因为她早就感觉到 这柳梅的境界不低 因为连她也都有些看不透 这就说明 对方起码是 五品大师后妻以上的境界 一依女子之姿 还被监禁在这悔过院九年 竟然能达到这个境界 足以说明柳梅的天赋 有多恐怖了 相反 徐华的脸上 却是露出震惊之色 因为她的年纪和柳梅差不多 而对方竟然已经是 即将进军六品宗师境界了 想到自己还在为五品大师境界而奋斗 心里不由地生出了一股挫败感 如果梅姐 你不是被关在这儿毁过院里 而是在山峰的洞府修炼 此刻早就是六品宗师了 萧萧看到徐华的表情 再次开口打击了徐华医子 萧萧妹妹 这不同的 我知道 他们外界的环境 和咱们里面的不同 没有咱们这么好的修炼条件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以秦先生这个年纪 能有这个修为 应该是万中无一的 决定天才级别的 柳梅阻止了萧萧的话 目光啊 看向秦宇 如果秦先生 愿意答应我一个条件 我有办法 可以让徐先生 通过这风水塔的试炼 柳梅的话呀 让秦宇和徐华 身躯都是微微一阵 尤其是徐华 脸上更是露出了一缕 渴望之色 不过呀 很快就恢复了瓶颈 目光看向秦宇 诚恳地说道 秦大师 您不需要为难的 其实 在进来这三十六洞天 伏地之前 我和张掖他们三人 便沟通过 我们四个都明白 能进入这三十六洞天 伏地 便已经是 沾了秦大师的光了 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至于能不能进入 山峰洞府修炼 那就听天由命吧 徐华的话呀 让得秦宇目光闪烁了几下 半闪过后 抬头看向柳梅 柳小姐 能否先将你的请求说出来 这个现在还不急 柳梅摇了摇头 说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 当你闯过试炼塔 从山峰洞府修炼回来 我再告诉你 不过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的这个请求 对于你们来说 没有任何的危险 只是举手之劳罢了 秦宇 深深看了眼柳梅 对方的神情很坦然 但显然呢 说的都是真实的话 那行 我答应柳小姐的请求 秦大师 徐华有些着急 又有些感动 在他心里想来 秦大师会答应 这位柳小姐的请求 那都是为了自己 多谢秦先生了 既然这样 那请徐先生跟我来 风水试炼塔 是我们村的根本 虽然我可以告诉徐先生 如何通过试炼塔 但也只能是告诉 徐先生一个人 而且徐先生 还得发下誓言 不得转告 其他任何人 柳梅这话一出啊 一旁的萧萧 却是松了一口气 毕竟啊 她是风水村的人 听到柳梅 要将通过 试炼塔的方法 告诉这些外来者 心里总是 会有个疙瘩的 而柳梅这话 却是解开了 她的心头疙瘩 只告诉对方一个人 而且不会外传出去 那就没什么了 徐华在秦宇的事意下 跟着柳梅 走进了后面的内里去 听堂里啊 就剩下秦宇和萧萧两人了 喂 姓秦娜 你的境界 真的有那么高 连梅姐都看不透 梅姐可是一只脚 已经踏入宗师境界的人了 难道 你是六品宗师 萧萧朝着秦宇问道 不是 可能是因为 我修炼的功法 比较特殊吧 秦宇摇了摇头 她现在的真实境界 不过才是五品后期而已 离着六品宗师境界 还远着呢 当然 秦宇这是光旨的境界 如果算上战斗力啊 那她现在 差不多是有着 和六品宗师一战之力 你们这些外来者 闯失恋塔 以往最厉害的 是通过了七层 不过 那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 我也是听长辈们说的 你觉得 你可以闯过几层 感觉气氛陷入了沉默 萧萧啊 开始没话找话说起来 因为她本就不是一个 沉默的人 哼 我连失恋塔 到底失恋些什么都不知道 哪能知道 自己能闯过几层呢 秦宇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地打倒 失恋塔前面三层 考验的是风水上的知识 而只有通过第三层 才算是成功通过失恋塔 不过 也仅仅只是这低级的通过 就算是 获得山峰洞府修炼 也是最差的洞府 而且 还只有一个月 不过 这对你们来说 确实刚刚好 既然梅姐说 你能通过失恋塔 那应该是能再多闯一层 通过第四层吧 萧萧想当然地推测道 要是我侥幸通过第五层呢 秦宇笑着问道 去 就你 还通过第五层 萧萧脸上露出不屑之色 梅姐这样的天才 也才只是通过第六层而已 当初 便已经轰动了整个村子了 连着隔壁的许多村 都有不少人前来围观呢 而能通过第五层的 也都是少之又少 没几个人能做到 想要收听更多有声小说 请下载喜马拉雅 手机客户端 那你是通过了几层呢 秦宇突然有些好奇地问道 我通过了第四层 萧萧自傲地回答道 以他的年纪能通过四层 在村子里的同龄人当中 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所以你就觉得 我肯定不会超过你 秦宇悠悠地说道 要不是看在 你年纪比我大几岁的份上 我估计你连第四层都通不过 最多只能通过最基本的三层 萧萧不屑地答道 秦宇看了眼萧萧 没再接话 对于萧萧的实力 他一眼便看出来了 比徐华高那么点 不过还没有踏入五品境界 处于四品后期巅峰境界 其实 如果梅姐没有犯错的话 以他的天赋 肯定是可以被那些大人们给看上的 身为门下弟子 就可以在山峰上拥有一座 完全属于他的修炼洞府了 萧萧有些遗憾地说道 大人们 什么意思 秦宇周没问到 去 连大人们都不知道 还敢来我们这儿 萧萧鄙蝕蝕了秦宇一眼 不过呀 还是解释说道 像我们风水村这样的村庄 总共有三十六个 而村庄里要是出现什么年轻的天才 就会被一些大人们给带到山峰上去 被视为弟子 据说那些大人们都是当初那三十六位山主的弟子 每一位实力都非常的恐怖 三十六位山主 你见到过 秦宇眯着眼睛继续问道 我怎么可能见过 就是大人们 我也只是见过一次 还是十几年前呢 村里面出了一位天才 引得一位大人前来 只是我那时候年纪小 都记不太清了 不会吧 你们风水村还没有人见过你们这一座山峰的山主 秦宇故作惊讶地问道 我们风水村的山主早就已经陨落了 萧萧的表情有些落寞 不但是我们村 其他山峰的山主也有很多都陨落了 到底剩下多少山主 恐怕除了那些大人们 谁也不知道 从萧萧这些话语中透露出来的讯息 让得秦宇对于三十六洞天伏地 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 那最早进来的那三十六位 站在巅峰的大能 是死的死 沉寂的沉寂 已经不再露面了 而真正维持三十六洞天伏地的那些大人们 也就是那三十六位大能的弟子 或者是道统传人 只是啊 这些人会是什么境界呢 秦宇在心里推测着 这厅堂啊 再次陷入了沉寂 不久 徐华和柳梅从后面走了出来 徐华的脸上带着一丝振奋 而柳梅依然是一脸的平静 秦先生 徐先生 就不耽搁你们的时间了 我知道 你们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提前助你们 创风水试炼塔成功 柳梅朝着秦宇和徐华说道 这话呀 也有着送客的意思 好 那我们就告辞了 秦宇从椅子上站起来 和柳梅告辞 和先前一样 两人在偏院外面换上衣服 然后在萧萧的带领下 朝着大院门口走去 这么快就出来了 大院门口 那位老者 依然坐在那里抽着汗烟 看到秦宇三人走出来 开口说道 是啊 家里还等着我们回去吃饭呢 李爷爷 下次 我一定给你带点烟丝过来 我爸最近 又弄了一些上好的烟丝 这次来得匆忙 忘记了 萧萧答道 也算李爷爷 没白疼你 好了好了 快点回去吧 嗯 李爷爷告辞 萧萧朝着老者挥手 带着秦宇和徐华 他二人离开了这毁过院 等到回到了山路上时 萧萧这才放慢了脚步 问他 你们现在是要去试炼塔闯吗 嗯 秦宇点了点头 那好吧 我带你们去试炼塔 也顺便看看 你们能闯到第几层 萧萧想了一下 说道 试炼塔 位于风水村的中心 村里的所有建筑 都是围绕着风水塔 而建造的 诶 杨哥要进入试炼塔了 不知道杨哥这一回 能不能闯过去啊 我想应该可以吧 毕竟两年前 杨哥失败了一次 这两年来 可一直都是在刻苦修炼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诶 快看 杨哥的那位也来了 这位的天赋 很恐怖啊 据说已经 被一些大人给看上了 只等通过失联塔 就会被那些大人们 给收入门下了 哼 要是被那些大人给收下 起码得通过第六层吧 那是当然的 以杨哥这位的实力 要过失联塔 几年前就可以了 所以拖到现在 就是为了有把握 过第六层 人群议论纷纷 越来越多的人 前往风水失联塔 准备围观 诶 我听说这一次啊 有两位外来者 也来到咱们村了 也该来 闯失联塔了吧 不知道这一次 这两位外来者 能不能通过 哼 那些人 没戏 就算过了 也只是最低的三层而已 咱们村 大部分人 都可以通过的 一个人不屑地说道 而就在这些人 议论的时候啊 秦宇和徐华 在萧萧的带领下 也来到了 这风水失联塔下 哟 这一次的失联塔 这么热呢 竟然有这么多人 要进塔 萧萧看到 汇聚在失联塔下的村民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说道 连何家那位也来了 真是有好戏看了 秦宇和徐华 听了萧萧的话 目光顺着萧萧的视线 看向的方向看去 那里啊 有着一位青年男子 一个人孤傲地站在那里 虽然身边 也有几个人陪伴 但却给人一种 不合群的感觉 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 鹤入鸡群 这位叫何杰 我们村公认的三十岁以下 天赋最高的一位 以何杰的实力 没准可以通过第六层 唉 所以啊 你们还真是不幸啊 偏偏挑上这个时候来 估计 是要成为陪衬了 萧萧一边介绍啊 一边幸灾乐祸地说道 那可不一定 徐华看了眼身边的秦宇 心里暗说呀 我肯定比不上这和杰 但是秦大使 肯定能写 徐华对秦宇啊 有无限的信心 而这一切 都是源于秦宇的表现 从知道秦宇 要成为他们玄学会的 五位选手之一后啊 徐华便详细打探过 有关秦宇的所有信息 广州玄学会一名惊人 展露头角之后 到后面 光孝寺被六祖眷过 这都已经证明了 他的潜力无限 而之后 远赴香港 解决香港中环 著名的风水死局 因此扬名中外 如果说这些事迹 只是让秦宇被人们称为 玄学界百年难得 一剑的天才 那随后发生了几件事情 一次一次颠覆所有人 对他的认知 龙虎山一战 打破了天师府 千年来未被人 独闯六关的记录 生生地踩着天师府 而成就玄学界 第一天才的称号 再也没有人不服气 之后 更是进入五品大师境界 举办大师宴 占控师一族 夺取龙虎山 一层的气运加深 华盖灌顶 这等异象 已经让年轻一代 彻底绝望 从那时候起 徐华便知道 秦大师将会是 他们仰望的存在 哪怕在三会大比之前 秦大师被打上了 气道者的烙印 但是徐华绝对相信 秦大师的成就 不可能止步于 五品大师境界 既然以往的记录 都可以被打破 创下了这么多次的不可能 这一次 气道者的烙印 也肯定阻止不了秦大师 有见过气道者 可以一拳将盗杯打破 有见过气道者 可以在雷海之下 依然不倒 有见过气道者 以义人对抗道邪和佛邪 而独占上风的吗 徐华等着 等着秦大师 进入六品宗师境界时 再次狠狠地 在那些幸灾热祸的人的脸上 甩一个响亮的耳光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完整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汇聚在风水塔的人越来越多 当然 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和洁而来 都想知道和洁能闯过第几层 如果和洁真的能闯过第六层的话 将会是这二十年来 他们风水村再一个 被那些大人们给带走的天才 对于风水村来说 也是一件倍感荣耀的事情 而这一次 要进入试炼塔的人 不包括徐华和秦宇 便有六位 那都是风水村的年轻人 要闯试炼塔的人 站到这塔下 其他人都退后 不得越过那道青石碑 一位老者 缓缓地从试炼塔走出来 看到这位老者 大部分人脸上都露出恭敬之色 这是他们风水村的村长 你们两位是外来者 老者的目光 看到同样站在塔前的秦宇和徐华二人 愣了一下 作为村长 对于村里的年轻人自然是不陌生的 而秦宇和徐华的陌生模样 只可能是几年进了一次的外来者 是的 是的 秦宇和徐华同时答道 按照以往的时间 你们不应该这时候到来啊 老者周了周眉 不过 你们既然能进来 那说明大人们也是同意了的 确实可以参加这试炼塔 三会大比 每三年一见 而这一次 却是提前了的 所以老者才会这么说 村长不再理会秦宇和徐华 目光在所有的村民身上扫过 最后啊 落在本村的那六位 参加试炼塔的青年身上 朗生说道 咱们风水村 已经传承了几百年 几百年来 有许多的天才 被山上那些大人们 给看重 守为弟子 这些天才 都是我们风水村的骄傲 你们想不想 也成为我们风水村的骄傲 让你们的名字 刻在我风水村的天才碑上 老者说到这里啊 手一直塔边的一块石碑 这块石碑啊 上面已经刻了有二十几个名字 六位青年男子 除了那和解 其他五位的脸上都露出炙热的眼神 天才碑啊 能在这上面刻字 是他们最大的荣耀 天才碑上的每一个名字 都是风水村 以往的天才 也是他们从小被长辈们 拿来激励的对象 对于这上面的每一个名字 他们都耳熟能详 但是啊 要在天才碑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那是何其的难呢 必须是年龄不超过三十岁 而且要通过试炼塔第六层 只有这两个条件都达到了 才能在天才碑上留名 而何杰 其实啊 也不如他脸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么平静 因为他清楚 那五位 根本是没可能在天才碑上刻下名字的 而在场的人 只有他有这个机会 而且为了这个机会 他准备了几年 这一次 势必成功 至于秦宇和徐华这两位外来者 何杰那是看都没看一眼 直接是被他无视了 他不觉得这两位外来者 可能通过第六层 因为这么多年来 只有一位外来者 闯过了第六层 其他的外来者 要么是没通过 要么是堪堪闯过第三层而已 超过三层以上的 屈指科手 好了 现在你们可以进入试炼塔了 记住 不要逞强 村长说完这话 站到了天才碑旁边 静静地看着秦宇八人 半赏过后啊 秦宇八人没有一人行动 因为啊 谁都不想做第一位 人群开始传来了虚声 不过啊 秦宇和徐华两人却是老神在在 丝毫不理会人群的虚声 两人在外面比这大的阵仗都见过 三会大比的时候 那群道士和和尚的虚声 可比这个强了百倍啊 这心理素质早就练就出来了 倒是风水村的年轻人 有些承受不住了 被自己村的人虚 对于这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 年轻人来说呀 心里还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的 这两人的脸皮 倒是够厚的 竟然还这么的淡定 在人群当中的萧萧啊 看到秦宇和徐华两人脸上的淡定表情 就好像啊 这不是虚声 而是对他们的掌声一样 不禁有些咬牙嘀咕的 一刻钟后 终于有一位风水村的年轻人忍不住了 朝着自己的同伴说道 我先进去 人群立刻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和掌声 年轻人的脸上露出兴奋之色 声呼吸了几下 开始朝着试炼塔走去 最后啊 踏进试炼塔内 消失不见了 秦大师 你觉得他会成功吗 徐华看着年轻人消失的背影 朝着秦宇问道 一会儿不就知道结果了 秦宇笑了笑 淡淡的答道 而人群中啊 这时候也充满了议论声 有人说能通过 也有人说不能通过 当然 大部分人还是嘴上都说是能通过的 毕竟啊 都是一个村的嘛 就算心里觉得对方不能通过 这嘴上也不会表现出来 风水塔 一共三十六层 前面三层啊 没有任何的征兆 可一旦通过第三层 就会浮现出一道金光 而之后 每通过一层 就会在相应的楼层 出现金光 这也是所有判断 闯试炼塔的人 成绩的依据 半个小时过去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三层的位置 只是啊 那里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金光出现 不少村民脸上都露出了遗憾之色 这么多年来 无数人闯过试炼塔 大家已经总结出一些规律了 一般来说呀 前面三层 半个小时就可以通过 如果半个小时后 三层还没有金光亮起 那只能说明 闯试炼塔失败了 而最后的结果 也没有出乎众人的意料 几分钟后 那位年轻男子的身影 出现在试炼塔门口 表情十分的失落 低着头 直接走出了人群 失败了 第一位来自风水村的年轻人 没有能闯过试炼塔的第三层 这也意味着 他将没有资格 前往山峰的洞府修炼 人群一阵的叹息啊 徐华的表情 也变得有些凝重起来 虽然有柳梅告诉过他的诀窍 但当看到失败者时 他的心情依然是不自觉的 紧张了起来 放轻松 这年轻人的境界不如你 他失败 不代表你也会失败 秦宇看出了徐华的紧张 在一旁安慰道 很显然呢 第一位风水村年轻人的失败 也给风水村的其他几位 年轻人带来了压力 那都是一个村的 大家平日里都是知根知底的 其中就有一位年轻人 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因为他和失败的那位年轻人 境界修为都差不多 对方失败了 也就意味着他也很危险 我去试试 这一回啊 很快就有第二位年轻人 站了出来 而这位啊 也正是两年前失败的那位 杨超的表情也很紧张 两年前他已经失败过了一次 如果这一次再失败的话 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有 进入山峰洞府修炼的资格了 因为他的年纪 已经是快接近三十岁了 一旦超过了三十岁 就没有资格再闯失恋塔 这不仅仅是风水村的规矩 也是三十六座山峰下面 所有村子的规矩 想要收听更多有声小说 请下载喜马拉雅 手机客户端 杨超缓步走进试炼塔中 所有人再次屏息等待起来 然而这一次啊 只过去了十五分钟 第三层便有金光亮起 成功了 杨超这小子成功了 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 仅仅十五分钟 杨超就通过了第三层 这样的成绩 在以往进入试炼塔的人当中 都可以算是中等了 没准 杨超还可以通过第四层呢 我看有点悬 这第四层比起前面三层来 难度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倍 很多人都可以通过第三层 但是却止步第四层的 所有人 都包括秦宇 目光都望向了试炼塔的第四层 这是啊 一直过去了半个小时 试炼塔第四层都没有金光射出 直到一道身影出现在试炼塔的门口 宣告着杨超的成绩 看看通过试炼塔 杨超通过试炼塔第三层 可以去山峰钉子区 挑选一座洞府 修炼三个月 村长看了眼杨超 开口说道 谢谢村长 虽然挑战第四层失败 但听到这个消息啊 杨超的脸上还是露出了喜色 感激完之后 很是自觉地站在了一旁 打算观看其他人 不是说通过了第三层 可以在最低级的丁字区洞府 修炼一个月吗 怎么这个人可以有三个月 徐华听到村长的话 困惑地朝着秦宇问道 人家是本地人 咱们是外来者 就好像户口政策一样 本地人总是有优惠的 这可以理解 秦宇沉吟了一会儿猜测道 阳超成功之后啊 给了风水村的年轻人信心 相继又有两位年轻人 走进了试炼堂 不过遗憾的是啊 这两位全都失败了 到了现在 还没有进去的 也就只剩下和杰和另外一位 风水村的年轻人 当然还要算上秦宇和徐华两人 哎 这两位外来者 搞什么呀 还不进去 甩什么大牌呀 嘿 我看估计啊 是害怕了吧 知道自己实力不行 都不敢进去了 看到秦宇和徐华两人 一直站在原地 不时的交谈几句 就好像点评的评委一样 风水村的村民们不干了 开始了冷嘲 热讽起来 尤其是那三位 没通过的年轻人的亲属 那嘲讽的就更厉害了 不过 这些对秦宇和徐华来说 不会给他们带来 半点的压力 两人依然是老神在在 没有任何想要闯塔的举动 杰哥 我先进去了 站在何杰身边的一位年轻人 看到秦宇和徐华无动于衷 只得和何杰打了一声招呼 便朝着试炼塔走去 而何杰呢 第一次将目光 看向秦宇和徐华二人 在徐华的身上 目光停留没到一秒 直接是一扫而过 不过落在秦宇的身上时 眼中却是露出了一道惊讶之色 这个男人的实力 我竟然看不透 何杰的心里纳闷 以自己的实力 风水村年轻一代 所有人的境界 自己都是一目了然 就是另外一个外来人 也同样是被他一眼看穿了境界 但是那位黑得跟个木炭似的年轻人 自己竟然看不透 何杰很清楚 只有两种情况下 他才会看不出对方的修为境界 一个是对方的境界比他高 二个是对方修炼的功法 可以隐藏自己的境界 对于前者 何杰是嗤之以鼻的 一个外来者 境界是不可能在他之上的 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 对方修炼的功法 具有隐藏真实境界的效果 通过了 第三层的金光亮起来了 这位风水村的年轻人 在进入试炼塔之后 短短的十分钟 第三层的金光便已经亮起 人群再次充满了 期盼的看向第四层 而这一次 他们终于没有再失望 一刻钟后 第四层的金光也亮了起来 第四层通过 这是风水村 今天的五位年轻人中 唯一一位通过第四层的 他还能通过第五层吗 这是所有人的疑问 闯室炼塔 除了修为境界 还有很大的一个成功因素 那就是潜力 风水村的历史上 曾经有一位十几岁的小孩 一次连过七层 而那个小孩当时的境界 才是二品 那位小孩从试炼塔出来之后 当场便被一位大人带走了 而那位大人 也给村民们解惑 为什么小孩 以二品境界的修为 可以连过七层 那就是天赋 这位小孩啊 拥有极其恐怖的天赋 也正是靠着这天赋 才可以通过试炼塔的第七层 当然了 这两个因素 是有一个共通点的 三十岁以下 境界越高 自然是说明天赋越好 这正常情况下 境界高的人 成绩也就会好于 境界低的人 当然 这是指 在差不多的年龄段 而塔内的这位年轻人 比和杰还要小上 那么三四岁 虽然实力不如和杰 可要是真的天赋不错的话 没准 还真的可以通过 第五层 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 谁也不敢打包票 对方能通过 或者不能通过 一个小时后 第五层的金光 始终没有亮起 叹息声 开始在人群出现 这么久了还没过 很大的可能 是失败了 而结果 也确实如此 没多久 年轻人的身影 出现在了 试炼塔的门口 不过和前面两位 不同的是 此刻 年轻人的脸上 露出兴奋的神色 他还年轻吗 虽然这一次 只是通过了第四层 但是以后 依然有机会 再来挑战 不错 和杰也朝着年轻人 点了点头 四层的成绩 虽然对他来说 不是什么难事 他也有自信 可以通过 但这样的成绩 在村子里 也算是中上了 现在场上 就剩下和杰 秦宇 还有徐华三人 和杰皱着眉 看向秦宇和徐华这边 这两个外来者 也太不知进退了 以和杰的实力 那是要冲击第六层的 肯定是要压轴的 这俩外来者 就该自决点金拳 就是就是 难不成 他们还能比和杰还厉害 面对着村民的议论 秦宇朝着徐华说道 徐华 你先进去 嗯 徐华点了点头 虽然他不明白 秦大师 为什么让他 现在进去 不过想来 秦大师肯定 是有他的道理的 自己照做就是了 秦宇让徐华 现在进师殿塔 那自然是有他的道理 这和杰的实力很强 很有可能通过第六层 要是让和杰先进去 到时候啊 会打击到徐华的信心 所以让徐华 赶在和杰之前进去 却是最好的机会了 哎 那外来者进去了 才四品初期境界 看着吧 肯定是失败 嘿 四品初期 也敢进师殿塔 那些外来者 是没有人了吗 咱们村 这样境界的年轻人 一抓就是一大把呀 哎 又不是第一次 有这么厚脸皮的 外来者了 来等着吧 半个小时后 就得灰溜溜的出来了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晚走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766集 在人群中的萧小啊 听着村民对徐华的嘲讽 表情却是变得古怪 如果没有毁过院一行啊 他也相信 徐华不会成功的 但是他知道 在毁过院内 眉睫打过包票 可以让徐华通过第三层 那就肯定会通过的 萧小很想告诉身边的村民 这个人呢 是作弊的 绝对可以通过的 别再嘲讽了 不然一会儿 就要被打脸咯 但是他却不能说 说了就是出卖媒介了 这可把萧小给憋得 那叫一个难受啊 十分钟后 试炼塔的三层 出现了金光 塔下的村民 顿时鸦雀无声 有一些还在嘲讽的村民 话说到一半啊 这嘴还张着呢 却没有声音了 这位外来者竟然通过了 秦宇看着三层亮起的金光 也是在心里松了一口气 虽然有柳梅的保证 但事实还没落定 总是会出现变数的 就算能通过第三层 也肯定不可能通过第四层 对 第四层绝对通不过 就这人的年纪和境界 第三层已经是极限了 村民们已经开始改口了 听着这些村民们的再次议论 秦宇笑了 他知道 徐华的目标啊 本来就是通过第三层 现在目标已经达到了 半个小时后 试炼塔的第四层 金光亮起 秦宇的眼中闪过一道亮光 这徐华竟然渡过了第四观 这还真是一个意外之喜 而秦宇身后的那些村民 再次全部哑然失色 徐华又一次打了他们的脸了 萧萧的眼中 也是闪过惊讶之色 他是知道这徐华的底细的 梅姐只是告诉了对方 如何通过前面三层的诀窍 但肯定没有说过 第四层该如何通过 而且啊 萧萧也相信 就是梅姐也不可能有什么诀窍 可以让人通过第四层 不然的话 试炼塔几百年下来 通过的人那么多 不可能没被发现的 比梅姐天赋更高的天才 也不是没有过 还真是一个意外之喜啊 秦宇笑着自语道 十分钟后 徐华的身影出现在了试炼塔口处 脸上带着激动的笑容 目光看向秦宇 秦大师 我成功了 嗯 秦宇朝着徐华点了点头 给了徐华一个拥抱 这通过第四层啊 这对徐华的信心 也是一个巨大的增加 也是对他自己的一次肯定 对于徐华以后的修炼之路 也会有所帮助的 当然 最重要的是啊 秦宇的目光 看向站在天才碑的那位村长 等待着对方公布结果 外来者徐华通过风水试炼塔 第四层 按规矩可以到山峰禀区 选择一处洞府 修炼一个月 村长淡淡地说道 秦大师 谢谢你 听完村长的话 徐华再次激动地 朝着秦宇说道 他已经是知道 这山峰的洞府分四个档次 分别是甲乙丙丁四驱 这甲驱最好 丁驱最次 这次能得到丙驱 徐华已经很满足了 这一位外来者 竟然可以通过第四层 还真是没想到啊 是啊 也是让我意外 那位剩下的外来者 我估计也有可能通过三层 甚至和他同伴一样 没准还能四层呢 那那那 你看那位徐华 对这位恨尊敬嘛 一般呢 只有比自己辈分高 或者实力比自己强的人 才会表示的这么尊敬 可 可是 从年纪上来看 这一位明显不可能是那位的长辈啊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这位的实力 要比那位更强 不得不说呀 这位村民分析得很透彻 只是结果 真能 他预料的那样吗 所有的村民 都等待秦宇 走进试炼塔 只是 直到一刻钟过去后 他们才发现 这位剩下的外来者 依然是站在原地不动 丝毫没有要进塔的觉悟 诶 怎么回事啊 这人怎么还不进去 就是啊 这不是故意浪费时间吗 村民们呢 爆发出了不满的议论声 就连站在另外一边的和杰 也是皱眉 朝着秦宇这边 看了一眼 诶 你们说 这人 不会是想等和杰先进去吧 一位村民突然说道 怎么可能啊 和杰 可是要闯六层的天才 那当然要最后压轴上了 这人 也太不知道分寸了吧 对 他以为自己 是和和杰一样的天才吗 还摆这么大的谱 好像 外来者 也有闯过六层的吧 一道声音 在村民当中 弱弱的响起 啊 我都说了什么呢 看着周围村民的眼神啊 萧萧一下子捂住了自己的嘴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刚才怎么会突然张口 说出那么一句话 那秦宇会比和杰还厉害 怎么可能吗 风水村的村长 也是将目光在和杰和秦宇两人的身上流转 对于和杰的实力啊 他再清楚不过了 绝对是有闯过六层的潜力 但是这位外来者 他也是看不透 你为何不进去 良久啊 和杰终于开口了 目视着秦宇 质问他 哼 我为什么要进去 秦宇笑着反问他 所有人都知道 我将会挑战闯过第六层 自然是应该最后进去 和杰想当然的答道 秦宇笑了 是吗 我可没听说过 还有这么一个规矩 试炼塔进入的顺序啊 完全是自愿 确实是没有什么规定 谁必须先进去 谁可以后进去 但是按照众人的一贯想法 这实力强的 肯定是留在后面压轴的 哎呀 这人还真是不知进退 外来者 都是这么的厚脸皮吗 人群中啊 有一个人阴阳怪气的说道 哼 还只是 有可能闯过六层而已 又不是真正的闯过六层 我还说 我有可能闯过十八层呢 他怎么不在我前面先进去 秦宇没有理会这些村民呢 而一旁的徐华 却是忍不住反驳了 噓 徐华的话 招来村民们的一片虚声 和解的脸色 也变得有些阴沉起来 徐华这话呀 算是击中了他的软肋 虽然他有自信 可以闯过第六层 但只要还没有进去 他也不能把话说得太满了 哼 要是我先进去了 我怕一会儿 你都没有信心 闯失恋塔了 和解冷横了一声 抄着秦宇说道 哼 就算你闯过第六层 秦大师依然不在意 不就是六层而已吗 对秦大师来说 又不是什么难事 徐华这话一出口啊 人群一片哗然 这外来者的口气 也太大了吧 不就是六层而已吗 说得好像闯六层 就跟吃顿饭一样简单 要真是这样 怎么你们外来者 来了这么多次 只有一位闯过了六层 哼 自己才闯过四层 还在这里大言不惭的 哎 我说你们外来者 还真是不要脸啊 徐华还想反驳 却被秦宇给拦下了 秦宇的神情不变 眯着眼睛看向和解 她的举动啊 已经告诉和解 你先进去吧 我是不会先进去的 想要收听 更多有声小说 请下载喜马拉雅 手机客户端 希望你一会儿 不要后悔 和解冷冷的看了秦宇一眼 终于是迈起了脚步 走进了试炼堂 身后的那些村民 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今天的重头戏啊 终于来了 他们等了这么久 就是为了等待和解 进入试炼堂 至于秦宇 在他们眼中啊 那只不过是 华众取宠罢了 秦大师 这和解 能通过第六层吗 徐华看着和解 进去试炼堂后啊 朝着秦宇问他 能通过又怎么样 不能通过又怎么样 秦宇笑了笑 他之所以要在和解 后面进去啊 有着他自己的理由 而并不是要针对对方 三分钟后 试炼堂第三层 金光亮起 人群一片欢呼 这才仅仅进去了 三分钟啊 不过 欢呼声未断 五分钟后 第四层的金光 也亮了起来 哎呦我去 不愧是杰哥呀 竟然只用了八分钟 就通过了第四层 这么看来 突破第六层 只需要半个小时啊 你错了 这试炼堂 越往上 难度越高 到后面 每一层的难度 几乎是前面的几倍 所以越到后面 需要的时间 也就越多 一位参加过 试炼堂的村民呢 给那些 还未进入过 试炼堂的年轻人 解释道 而接下去的情况啊 也证实了 这位村民的话 半小时后 第五层的金光 才亮起 所有人都开始 带着期盼的目光 看向第六层 和洁能通过前面五层啊 村民们虽然高兴 但也不感到 有多么的惊讶 毕竟和洁的实力 和天赋 都摆在这儿了 要是没有通过 这才会让他们觉得呀 震惊 唯有这第六层 才是真正的关键 第六层 是一道分水岭 一旦和洁能闯过 那他就是天才 将会得到山峰上 那些大人们的关注 从此 礼于月龙门 脱颖而出 所有村民的神情 都变得紧张起来 就连徐华也是如此 不过徐华 心里紧张的原因 可和这些村民不一样 他巴不得和洁失败 到时候啊 看对方 还怎么牛逼哄哄的 秦宇 也是目光投向了 试炼塔的第六层 这能通过第六层了 就是在三十六洞天福地 也可以称之为天才了 第二十三座 山峰下的村落 第六层的试炼塔 爆射出一道金光 下方所有村民 都极其震惊地 看着这一幕 那位外来的道士 竟然通过了第六层 而在山峰的顶端呢 有着几道意念 在交流着 通过了第六层 天赋确实不错 只可惜是外来者 外来者能通过第六层 天赋确实要比山下的那些小子 要高 哎呀 有些可惜了 三十六洞天福地 第十四座山峰之下 同样的 专属于那座村落的试炼塔的第六层 也爆射出了一道金光 那个村啊 叫做护佛村 小和尚很不错 这算是近百年来 外来者当中 天赋最高的一位了 哼 也只是不错而已 以外面的天地灵气 未来有限哪 嗯 除非这小和尚 能通过第七层 清语的目光 从试炼塔第六层移开 看向山峰的远方 他隐约感觉到 连云子和佛子 似乎已经有所行动了 不知道这两位 又能通过几层啊 清语在心里暗自问道 一个小时过去了 村民们突然爆发出一阵欢呼 因为啊 那试炼塔的第六层 射出了一道金光 将整个风水村 都披上了一层金霞 哎 成功了 贺杰成功闯过第六层了 山峰上的那些大人们 肯定感应到了 贺杰以后的前途 那是不可限量啊 风水村的村民呢 拍手相亲的时候 在山峰的顶端左峰处 一位男子 缓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自语道 通过了第六层 天赋不错 值得本座 亲自收为门下 只是不知道那几位 是什么想法了 第六层 风起和廖兵 会有兴趣 我们下弟子 确实足够了 一位老者 锤坐在山峰的顶端 在那深潭边上 继续锤吊着 就让风起和廖兵 他们去争吧 六层 还不能让杨一 那老家伙动心 我这边 也只要女弟子 在山峰的南侧 一位绝美的女子 横卧在一块玉石之上 机体横沉 媚眼如丝 将目光啊 从山脚收了回来 山峰东侧 一位魁梧的男子 整个身躯 隐藏在云海之内 只有一双眼睛 带着金光 看向山脚下方 声音如雷霆 杨一肯定不会和我争 妹后那边 也只要女弟子 这一次看来 就是我和风起之间的竞争了 和解通过了第六层 不仅是惊动了 山上的那几位 山峰之中 不少洞府内 都走出一些人 看着山脚那片金光 看来 咱们这清风 又要多一个人了 只是不知道 这位又会败在 哪位门下 一个多小时 闯过六层 天赋也算是不错了 不过我估计 最大的可能 还是败在 那两位的门下吧 这些从洞府中 走出来的人 相互议论着 而在最靠近的 顶端的地方 有着六座洞府 其中一位男子 从洞府中走出 看着风水村的金光 淡淡地说道 看着天赋 应该是属于 人自趣的 不值得关注 说完呢 男子转身 回到了洞府之内 而其他五座洞府 却无一丝声响 哎呀 要是和洁 能通过第七层 那就真的厉害了 村民当中 有人不禁期待地说道 哼 第七层 太难了 咱们村这么多年来 都没有多少位 能通过第七层 一旦通过第七层 山峰上修炼的那些人 都会下来祝贺 前途不可限量啊 那 那也许就通过了呢 这种事情 谁能说得准呢 所有村民呢 都在心里期盼着 和洁能通过第七层 然而 期盼 终归只是期盼 但一个小时后 和洁的身影 出现在了 试炼塔的门口时 村民们发出了一片 遗憾的叹息声 不过很快 这叹息声 就变成了热烈的掌声 能通过第六层 和洁已经是证明了自己的天赋了 山峰的那些大人们绝对会有所行动的 和洁的脸上啊 也是带着喜色 在村民的掌声中走下塔来 走过秦宇身边的时候啊 却是停下了脚步 冷冷地 看向秦宇 而村民们的掌声 也在这一刻 跟着停止 带着幸灾乐祸之色 看向秦宇 和洁通过了第六层 这外来人 一会儿 看他怎么下台吧 不少人已经想好了 等着外来者 从试炼塔出来后 他们就尽情地嘲笑对方 看这两位外来者 还有没有脸皮 呆下去 我说过了 让我先进去 你会后悔的 留下这句话后啊 和洁再次踏步 走到了天才碑的面前 接过村长递过来的笔 在天才碑上 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 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 第七百六十七集 人群再次爆发出一阵掌声 这是对和洁的祝贺 在天才碑上流明了 告示着和洁 从此江河村里的 普通年轻人 完全告别 成为那山峰处的一份子 其那是 这人还真是小人得志 不就是通过第六层吗 徐华有些不屑地说道 不过呀 他眼里的羡慕之色 却是暴露了 他真正的想法 对方能通过第六层 这就证明了对方的天赋和实力 在他之上 只有真正进去过试炼塔的人 才会知道 这试炼塔的难度 到底有多大 而徐华 恰恰是进去过的人 在这等我吧 秦宇的表情啊 没有任何的变化 拍了拍徐华的肩膀 很是轻松地 朝着试炼塔走去 而随着秦宇的脚步迈出 人群刷的一下 全部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就连和解 也是放下了手里的笔 皱着眉 看向秦宇消失的背影 他应该能通过第五层吧 萧萧站在人群中 暗自猜测他 一进入这试炼塔 秦宇便让自己的心 在瞬间沉静了下来 第一层 一个幻化的八卦图 出现在秦宇的面前 只看了一眼 秦宇的嘴角便微微扬起 走到那八卦图上 一直按在了其中的一点上 哄 八卦图三开 一道楼梯 出现在秦宇的面前 抬脚迈步登上去 不过十秒钟 秦宇便出现在了第二层 而这一次出现在秦宇面前的 是一座雄伟的大山 同样的 秦宇没有丝毫的犹豫 口中念叨 目须有节 金贵连珠 话音落下 轰隆声再次传来 大山消失不见了 一道楼梯 出现在秦宇的面前 登上第三层 经过这前面的两层啊 秦宇很确定 这风水诗炼塔的前面三层 考验的就是理论知识 像第一层的八卦图 还有第二层的山形图 秦宇那一句话呀 便是贺行口诀 而贺行 本就是风水诗的基本功 第三层 是一条河流 滚滚的河水奔流不息 分成了六道支流 流向了山川大地 交所之节 四字分明 川阁建设 四兄何必 这第三层啊 考验的是论水 同样的 难不住秦宇 水流消失 楼梯出现 秦宇的眼中 闪过一道金光 脉步走向了第四层 试炼塔外 看着三层发出的金光啊 所有的村民都傻眼了 三十秒 这才三十秒 那外来者 竟然就通过第三层了 就算是从一楼走到三楼 刚刚走楼梯 都要走那么二十来秒 走得慢的人呢 三十秒连三层 楼梯都走不完 而且啊 这可不是比走楼梯的速度 而是要经过考验的 这样的速度 他们这辈子都没有见过 这已经是打破了记录了 萧萧的眼睛 也是瞪得老大 他知道 秦宇肯定是可以通过 这第三层的 但这么快的速度 是不是也太吓人了一点 这家伙还是不是人呢 简直就是变态嘛 萧萧在心里嘀咕道 和解的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 半赏后才开口说道 闯得快有什么用 这前面三层不过是基础理论而已 从第四层开始 那才是考验天赋和实力的 一旁的徐华 听到和解的话后 却是冷笑了几声 也不反驳 在心里自语道 秦大师可是有一个外号 就叫做记录打破者 这才只是刚开始 后面还有你们震惊的呢 从始至终了 徐华都对秦宇充满了信心 所以当别人震惊于秦宇 三十秒内通过第三层的时候 而他却没有多少的惊讶 反正只要是发生在 秦大师身上的事 就算再不可思议 他都可以接受 山峰之上 先前观看和解通过第六层 出现金光的那些人 有的并没有回到洞府处 不少人看着山脚方向 却是惊疑了一声 三十秒闯过了第三层 这速度不慢呢 嗯 这说明 这位闯失恋塔的人 基础知识 十分的扎实 不过也有可能是运气好 刚好失恋塔幻化出来的 都是他知道的题目 没错 失恋塔前面三层 对我们来说 根本没有半点压力 一切都得从第四层开始 前面三层速度再快 也不能说明什么 第四层 一登上试炼塔的第四层 一股压力 便朝着秦宇席卷而来 要将秦宇给推回第三层 不过呀 随着秦宇左脚在地上 重重的一跺 这股压力 却是立刻消失得 无影无踪了 第四层 考验的是压力 秦宇皱着眉 打亮起了第四层 除了一开始 他登上楼梯口处的 那股压力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的异常发生 不过秦宇确实明白 这第四层 远远没有这么的简单 不然的话 就该出现 通向第五层的楼梯了 那么第四层的关键 在哪里呢 秦宇闭上了眼睛 几分钟后 秦宇的眼中 却是闪过一道亮光 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 走向其中的一处 一脚重重的踩下去 砰 一股压力从四面八方袭来 仿佛要将它压成肉饼 不过呀 秦宇的脸色不变 站在原地 窥然不动 双手截了一个手印 这些压力啊 便瞬间消失了 这久违的楼梯终于再次出现 第四层通过了 秦宇迈步走向了第五层 三分钟通过第四层 仅仅用了三分钟 失恋塔下的村民 不少人的表情都变得古怪了起来 有些还不自觉地瞟了眼和杰 通过了第四层又怎么样 还有第五层和第六层 这后面一层难于一层 我就不信 你还能三分钟再过一层 和杰冷冷地说道 三分钟后 第五层的金光亮起 和杰的脸被秦宇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秦大师可真是打脸专业户啊 这样的情况已经不知道发生多少次了 每一次都是大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可偏偏秦大师就做到了 扇了所有人一巴掌 徐华看着和杰那难看的脸色 心里暗爽啊 看着吧 第六层 秦大师依然是可以通过的 山峰之上 那些未进洞府之人 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 如此快的速度连过五层 就是他们也做不到 不少人抬头看向高处 或许啊 只有那些地字区的天才 才有这种本事吗 难道又有一位地字区的天才 要诞生了 山峰的下半部分 甲乙丙丁四区 近百位修炼的人 齐齐从洞府内出来 这些人都是没有能闯过第六层的 但却都是通过了第三层的 他们呢 拥有在甲乙丙丁四区 修炼一定时日的名额 但他们清楚 这只是临时的修炼资格 如果在三十岁之前 不能闯失恋塔通过第六层 以后将终生不得进入洞府修炼 而只要通过了第六层 便可以踏入山峰的上半部分 在天地人三区 选择一处洞府 永久的修炼 这就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了 面对着秦宇连过五层 这些人呢 有些坐不住了 不少人已经是从山上下来 前往了失恋塔 一道道的身影 从山峰上奔下来 朝着风水村而来 没多久 那些村民就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 出现在他们的身边 这不是秦家的娃娃吗 这是李浩 他不是在山上修炼 跑下来干嘛 儿子 你怎么下山了 这三个月还没有满呢 干嘛不在山上动府 安心的修炼 这群从山上下来的年轻人 一个个神色凝重的 站在了风水失恋塔前 目光凝视着失恋塔的第六层 这也让那些村民们明白 自己村的这些年轻人 会从山上下来 完全是因为 在失恋塔的那位 外来者 和杰的脸色呀 却是彻底阴沉了下来 自己闯过失恋塔 第五层的时候啊 这些人 没有一个人出现 现在那位外来者 不过才闯过了第五层 这些人一个个都赶过来了 这不是证明了 他不如那个外来者吗 骄傲如和杰 怎么可能接受这个现实 大家都来了 难道你们觉得里面的人 可以通过第六层吗 村长看着自己村的这些杰出青年 疑惑地问道 这么短的时间 便通过了前面五层 第六层绝对可以通过 让村长和村民意外的是 这些年轻人都十分的笃定 此刻在失恋塔中的那位 外来者 可以通过第六层 村长 咱们村什么时候出现了这么一位天才了 是哪家的 一位年轻男子问道 村长犹豫了一下 目光看向徐华那边 答道 失恋塔里面的人 不是咱们村的 是外来者 外来者 这些年轻人全部都愣住了 表情变得古怪起来 他们进来急忙忙地从洞府赶出来 赶到这失恋塔前 竟然是为了围观一位外来者 看看吧 外来者也好 至少对方的天赋很不错 就是可惜了 这些年轻人呢 相比起来村民 确实要豁达得多 对于外来者 没有多少排斥 最主要的是 因为他们清楚 外来者不是他们竞争的对象 至少目前不是 因为那些大人们 是不会收一位外来者 为门下弟子的 一刻钟过去了 在所有人复杂的目光中 第六层的金光出现了 整个风水村 在相隔了一个多小时后 又一次被金光披上 渲染了整个山村 那位秦先生的境界 确实厉害 怪不得我没法看透呢 而在悔过院内 一位少妇坐在院子里 一手给小孩梳理头发 一边向上方金光看去 感叹他 山峰顶端 那位魁梧的男子身影 再次在云海当中显露 如此短的时间 通过第六层 天赋不错 可惜了 比上一位还要优秀 要不是外来者的身份 本座一定将他收为帐下 左山峰 一位男子自语道 有趣啊 又有一位外来者 通过第六层了 不过按照规矩 廖兵和风起 却是没法将对方 收入门下的 垂掉的老者 看着碧绿的深潭 淡淡地说道 哎 竟然是外来者 可惜了这天赋了 一道女子慵懒的声音 在山巅之处回响起来 山村之下 看着漫天的金光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当中 时隔这么多年 又一位外来者 闯过了第六层 爷 我就知道 秦大师一定能行的 徐华握紧了手中的拳头 激动地自语道 哼 就算通过了第六层又怎么样 他是外来者 没有资格 成为大人们的弟子 只要我在大人们门下 修炼个几年 想要超越他 很容易 有潜力 那也得看看 有没有那个修炼的命 何杰在心里 暗自想道 哎 你说 这外来者 会不会能突破第七层啊 人群当中啊 突然有一个人 说出了自己心里的猜测 不过他这话呀 却是遭到了其他人的不屑 开什么玩笑 第七层 他们风水村都有几十年没有出入过第七层的人了 每一位能够闯过第七层的那就是天才中的天才 连山上的大人都得被惊动的亲自下山来 而不是像何杰这样等结束以后 自己前往山峰 看着吧 我估计一个小时候 这外来者就会出来的 哎 对了 这外来者叫什么名字 哦 好像叫秦宇吧 我看村长那本子上登记的是这个名字 就在所有人议论的时候啊 一道金光冲天而起 直破云霄 这道金光的出现呢 让得风水村的人全部傻眼了 一瞬间 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一个方向 那是其他山峰的所在方向 这 这 这是第十四座山峰传来的金光 金光冲天 真是有人闯过第七层了 风水村的年轻人呢 一个个脸上都露出了震惊之色 这是护佛村的那位天才 第十四座山峰之下 护佛村的村民看着冲天的金光 全部都傻眼了 那位外来的小和尚竟然闯过了第七层 这已经打破了几百年来 到达护佛村的外来者最好的成绩记录了 十四座山峰之上 所有在洞府修炼的人 全部都从洞府中走出来 看着这道金光 一个个脸色露出复杂之色 这能闯过第七层 不仅会被那些大人收为弟子 而且还可以进入弟子区修炼 可惜的是 为何会是一位外来者呢 阿弥陀佛 真是可惜了 这小和尚要不是外来者 我一定亲自下山 收他为徒 天父上家 这样的好苗子 就算是在三十六栋天福地 都很难遇上 是啊 连我也是心动 只可惜咱们与外界那些人有过约定 却是没法违约的 要违约也不是不可以 关键是这小和尚值不值得咱们违约 如果他能闯过第九层 拥有天机天赋 老僧管不得 破一次约定 也要收下这个小和尚 一道苍老的声音 在这山峰响起 先前几道意念 全部恭敬地喊了一声师兄 不过呀 他们也清楚 要闯过第九层 那是何其的难呢 整个念佛风到现在 能在天字渠修炼的 也就只有五位 今天 注定是让三十六栋天福地震撼的一天 就在护佛村的试炼塔 第七层金光冲天而起之后 下一刻 又是一道金光 从某座山峰传来 两道金光在三十六栋天福地 是如此的耀眼 什么 又有一位闯过七层试炼塔了 所有关注到这道金光的人 全部都傻眼了 难道那些天才都约好了吗 今天集体闯试炼塔 这道冲天而起的金光 是来自第二十三座山峰的试炼塔 不量天尊 先有护佛风那边 一位外来者 闯过第七层 现在这位 也闯过了第七层 这一批的外来者 天赋都这么好吗 道兄 我刚刚询问了和外界沟通的那位 他手上有一份名单 是外界那三会大笔的排名名词 不论是那位小和尚 还是这位道士 都不是这一次大笔的第一 这次的第一名 在风水村那边 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 风水村的那位 也会闯过第七层 哈哈哈哈 那这次 可真就有趣了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768集 第24座山峰之上 四位老道出现在了山巅 每一位都是先锋道骨 他们的目光 在这一瞬间 都看向了风水村那边 两道金光冲天而起 引起的轰动 并不仅限于第14座山峰 和第23座山峰 其他的山峰 也同样有不少人 从洞府中走出来 能闯过试炼塔第七层的 都是真正的天才 以后也许会有打交道的那天 风水村的村民 看到这两道金光 也同样是呆若木鸡的 站在原地 一天之内 出现两位 闯过七层的天才 而且时间还这么的近 这种情况 他们连听都没有听过 也许有人经历过 但那些人呢 都已经是站在山峰的顶端 和巅峰的存在 绝对不会是他们 看来 还是咱们的人厉害 那是护佛峰 和明道峰的天才吧 怎么以前 没有听说过呢 是啊 能闯过第七层的天才 名气早就应该传出来了 我都没听过 这两峰 最近出现过什么天才呀 也许是某一位 闯过六层的天才 在洞府修炼有所领悟 刚好没满三十岁 然后第二次闯塔 成功的吧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呀 这外来者 不过是才通过第六层而已 虽然也算是不错了 但咱们村也有不少 算不得什么 一个村民提出了自己的推测 而他这话呀 也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 只有徐华 听到护佛峰和明道峰的时候 愣了一下 在他的脑海里呀 浮现出了两个人的身影 难不成是哪两位 徐华第一时间 便想到了佛子和连云子 这两位呀 一位是和尚 正好是和护佛峰 而连云子更是抓鬼出身的 又是道士 这明道峰 不正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吗 一想到这里呀 徐华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 再次转向面前的试炼塔 既然那两位都可以通过第七层 那么秦大师肯定也不会有问题的 徐华已经开始在想象 一会儿秦大师也通过第七层 那三道金光冲天 而等着风水村的村民知道 这三位呀 都是外来者时 不知道又会是什么表情呢 一想到这样的场面 徐华的心里就激动了 这三位可都是变态般的存在呀 就算是进入了三十六栋天浮地 依然是变态的存在 十分钟后 风水村试炼塔 一道金光冲天而起 直朝着云霄而起 整个三十六栋天浮地 所有人都被这三道冲天而起的金光 吸引了注意力 三道冲天而起的金光啊 将整个三十六栋天浮地的所有人都给惊动了 所有人都抬头凝望着这三道金光 同一段时间 出现三位闯过试炼塔 第七层的天才 这样的情况 三十六栋天浮地 绝无仅有过 无数座山峰洞府修炼的人 从洞府中走出来 神色复杂的 望着这三道金光 三道金光同时冲天而起 这样的情况 之所以三十六栋天浮地 会从来没有发生过 那也是有原因的 每一位天赋绝伦的天才 那都是天之骄子 是享有大气运之人 但和一山不容二虎的道理一样 有大气运者 一般都不会选择 同一个时刻闯试炼塔 因为这样 很容易造成气运碰撞 严重的还会导致 自身的气运下降 所以三十六栋天浮地的 这些天才 在闯试炼塔的时候 都会有意的 互相错开时间 当然 这也是值得那些 有一定把握 可以突破试炼塔 第七层的天才 风水峰上半峰 地字区的那一片区域 所有人都从洞府中走了出来 快速地朝着山下奔来 第一时间前往风水试炼塔 风水试炼塔下的村民 此刻呀 全部都沉默了 没有一个人说话 就连和解也是紧握着拳头 一言不发 闯过试炼塔的第七层 秦宇已经用自己的行动 告诉他们 他为什么会留在最后一个进去了 再也没有人敢开口嘲讽了 那些人竟然都被惊动了 能不惊动吗 闯过了第七层 如果是村里人 那直接是拥有在地字区修炼的资格的 看着这批新出现的年轻人 不少村民纷纷让开了路 这些人 每一位身上的气场都十分的恐怖 就连徐华也是看得暗自心惊 不愧是三十六洞天福地 这底蕴 那就是深厚 这二十来位年轻人 每一位都拥有着五品大师以上的实力 就这还只是一座山峰的 那整个三十六洞天福地 确实有三十六座山峰 像这样的年轻人 那得有多少位啊 这个数字光是想想 就让徐华炸舌了 余师兄 这塔内的竟然是外来者呀 这批地字区的天才 领头的是一位长发的年轻男子 在他的身旁啊 一位年轻人小声地说道 哼 外来者嘛 那被称为余师兄的长发男子 双眼微微眯起 而他身后的几位年轻人 却是松了一口气 按照山峰的规矩啊 一旦有新的天才出现 要是修炼洞府不够的话 那天赋最差的那位 就会被降一个档次 而松气的是 这几位年轻人 恰好是弟子区垫底的 如果这诗炼塔内的人 是村子里的 那么 他们的位置就不保了 不过现在得知啊 闯诗炼塔的是一位外来者 这提着的心呢 便放了下来 外来者 无论天赋多么的优秀 都不可能被封顶的那些大人 给看上 所以他们的位置 不会受到威胁 当年于师兄 闯过第八层 被誉为咱们风水村 百年来的第一天才 这外来者 会不会也闯过第八层啊 闯过第八层 这怎么可能 我承认那位外来者的天赋 是不错 但是第八层的难度 比起第七层 那可是要增加了几十倍的 不然这么多年来 也不会就只有 于师兄一个人闯过了 也是 我是想多了 只是不知道 另外闯过第七层的 两位天才 能不能有人 通过第八层啊 山峰顶端 横卧在玉石之上的 妩媚女子 脸上却是露出了笑意 有趣 真是有趣啊 这一次的外来者 竟然有三位 闯过了第七层 这是到我三十六栋天福地 来耀武扬威来了吗 杨姨 你怎么看 女子的目光 透向前方 看向深潭之处 不过七层 连最低的天级都没有达到 不值得关注 苍老的声音 淡淡地达到 那两位可不这么想 不过可惜了 这位是外来者 我倒是有些兴趣 要是这三位外来者 同时通过第八层 又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就算是通过第八层 同样不值得关注 只有闯过第九层 勉强入眼 山峰顶端的交流 戛然而止 而山下的气氛 却很凝重 因为此刻 离秦宇闯过第七层 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了 到底能不能突破第八层 马上就要有结果了 下方所有人 一个个凝神注目着第八层 生怕错过一丝漏点 时间一纷纷地流淌 这已经超过 秦宇在先前 第七层所用的时间总和了 想要收听更多有声小说 请下载喜马拉雅 手机客户端 还是失败了吗 估计没可能闯过了 不过能闯过第七层 这位外来者的天赋 也很是恐怖了 人群一片叹息 就当所有人的脸上 都露出遗憾 和如是重负的神色时 突然有一道惊呼传来 这 这是金光啊 试炼塔第八层 一片金光闪耀 整个试炼塔上方 出现了一片金色的云霞 这片云霞呀 将风水村给笼罩在旗内 云霞倒印在风水村上 天地一片金光 弟子区的那些天才 尤其是那余姓的长发男子 双眸一宁 对方竟然真的成功了 通过第八层试炼塔 那就意味着 在弟子区 也是最顶尖的天才 而这位余姓的长发男子 正是弟子区 唯一的一位 通过第八层的天才 这性情的 天赋竟然这么恐怖啊 萧萧不可思议的 看着上方的金色云霞 第八层啊 她这一辈子都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和杰的脸上 也彻底的没有了不甘之色 反而是露出了解脱之意 如果说秦宇闯过第六层 让她心里不爽 闯过第七层 让她不甘心的话 那么闯过第八层 便让她彻底绝了 对比之心了 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一头麻雀 可能会嫉妒 燕子比她飞得高 但绝对不会去嫉妒 一只苍蝇 因为啊 苍蝇注定是属于最高空的 是需要仰望的存在 当差距太大的时候啊 嫉妒也就消失了 真是可惜了 为什么会是外来者 不然的话 本座一定要将她收归门下 这样的天赋 绝对有可能在三十岁之前 再次进入试炼塔 冲击第九层 进入天赋区 山峰左侧 一位男子 有些不爽的自语道 而在云海之巅 那道身影再次出现 现在天赋区的弟子有六位 我和凤启 各自只有一位 而杨一和妹后 却有两位 真是可惜了 靠近山峰的顶端的六座洞府 有这三位从洞中走了出来 目光看向山脚 看样子 年纪还不到三十 能闯过第八层 修炼一段时日 如果能得到大人们的指点 确实有潜力 冲击第九层 可惜呀 是外来者 注定没这个机会了 一位男子 看了眼最左侧的一个洞府 眼神闪过一丝忌惮之色 轻声说道 凡师兄 你怎么看 没过九层 不堪若目 等真正过了九层再说吧 洞府内的声音传来 这三位走出来的男子 神情全部变得有些复杂 这话呀 从这位嘴里说出来 他们丝毫不感到意外 因为对方有这个资格 凡翘楚 作为天字区的第一天才 闯过试炼塔 第十二层的超级天才 在他的眼中啊 九层 确实也只是堪堪入目而已 当年凡师兄闯过第十层时 四位大人便亲自下山 出现在试炼塔 都想要第一时间招揽他 而当凡师兄闯过第十一层时 就连其他山峰的人也都闻风而来 整个风水村都被挤满了 最后啊 当凡师兄闯过第十二层 其他山峰的大人也都坐不住了 第一次将手伸过剑 向凡师兄抛出了橄榄枝 想要收凡师兄为弟子 不过最终啊 凡师兄还是选择了杨一大人 据说呀 为了争夺凡师兄 那四位大人还和其他山峰的大人 展开了一场较量 先将那些大人们给赶走了 然后在内部竞争 而最后凡师兄选择加入杨一大人门下后啊 另外三位大人据说 为此还和杨一大人大打出手了 当然 这样的事情也只是传闻 真正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他们也不知道 不过他们知道一点的是 凡师兄是唯一一位 可以进入山巅之处的 这就是身份的象征 然而 今天注定是要让整个 三十六栋天伏地震惊的一日 就在风水村出现金色的云霞之后 护佛村 明道村 同样是升起了两道金色的云霞 佛子和连云子 也闯过了试炼塔的地八层 三道金色的云霞在三十六栋天伏地的上空 焦香灰影 将整片大地都染成了一片金色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向这一幕 当然 更多的是反应过来的人 朝着这三个地方 离着最近的一处跑去 同一天 三位天才 闯过试炼塔 第八层 这已经不是打破三十六栋天伏地的记录了 而是再次刷新属于他们的记录了 这三位外来者 一些山峰顶端的大人们 意念交流中 都流露出一丝震惊和无奈 这已经是堪称三十六栋天伏地的盛事了 日后 必将会被人们津津乐道 只是 一想到创造这样盛事的 居然是三位外来者 这些大人们的心思就变得复杂了起来 而同样的 关于秦宇三人的身份 也开始在三十六栋天伏地扩散了开来 许多人这才知道 造成如此轰动场景的 竟然是三位外来者 第二十七座山峰 山下有一村 名为奇门顿甲村 村中啊 也有一个试炼塔 不过此刻 这试炼塔下 却是聚集了许多人 而不久 一位年轻男子 神色落寞地 从试炼塔中 走了出来 失败了 我就知道 这外来者会失败的 哎呀 这些外来者的实力不行 就这样 也可以成为天才 还到咱们三十六栋天伏地里来 我看呐 是外界无人了 哈哈哈哈 面对着这些村民的嘲讽和嘲笑 年轻男子低着头 抿着嘴 始终一言不发 因为呀 就算他再反驳 也改变不了 自己失败了的事实 失败了 就是失败了 而就在男子低着头 准备走出人群的时候 天边 突然出现了一朵 金色的云霞 这没过多久啊 又有两道云霞出现 三道金色的云霞 将整个三十六栋天伏地 都染成了一片金色 啊 竟然有三位天才 闯过了第八层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啊 是啊 也不知道 是哪三个村的天才 恐怕那些山峰的大人 都要坐不住了吧 在这些村民讨论的时候啊 有人却是注意到了 那位年轻男子 嘲讽地说道 看到没 这才是真正的天才 你们这些外来者 在这些天才面前 什么都不是 萤火之光 岂能与日月争辉 哎哟 别提外来者了 他们纯粹就是笑话 倒是应该去打探一下 这三位天才 都是出自哪座山峰的 听着村民的这些 尖酸刻薄的话语 年轻男子将手 紧紧地攥在一起 那指甲 都已经是 嵌入了皮肤之内 饶是如此 年轻男子 依然是感觉不到疼痛 哎 我看了一下 好像有一位 是风水村那边的 一位村民答道 啊 风水村 这么多年 没有出现过 像样的天才 这是一时间 后级薄发呀 是啊 估计风水村的那些家伙 都要高兴坏了 年轻男子 听到这里的时候啊 突然停住了脚步 嘴里念叨着 风水村 提到这三个字 而双眼 却是出现了亮光 秦大师 是风水大师 肯定是去的风水村 那么现在 这闯过第八层的天才 会不会是 年轻男子的眼神 闪烁不定 半晌后 抬起了头 露出秦宇和徐华 熟悉的一张脸 正是和他们 一起进来的张眼 一定是秦大师 这个时间 又那么的巧合 除了秦大师 没有别的人了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更多精彩 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欢迎您继续收听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769集 张叶的神情 变得坚定起来 他相信自己的判断 不过看着那些村民的嘲讽嘴脸 他突然不想和对方争辩了 就算是秦大师 闯过了第八层 但自己没有通过 终究是事实 还是趁早离开这里吧 而就在张叶走出人群 朝着村口走去的时候 沿途啊 一位男子正在快速的 朝着他这边跑来 边跑 还边朝着他身后的 那批村民喊道 已经有确切消息了 通过第八层试炼塔的 分别是风水村和护佛村 还有明道村 啊 原来是这三个村子 别说 这同时三人闯过 第八层试炼塔的情况 咱们三十六栋天福地 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可是盛世啊 诶 豆子 说说 这三位天才的名字 一位村民 朝着气喘吁吁的年轻人问道 我也不知道 他们的名字 怎么会不知道呢 这样的天才 在附近 应该挺有名气的 随便一打听 就该知道名字了 就是 我说豆子 你是不是想要好处 我那边 还有一副起盘的卦 到时候送给你 面对着自己村的 长辈们的话 年轻人有些无奈地答道 我真的是不知道 而且就是那三村的村民 也不怎么清楚 那三位的名字 因为闯过第八层的三人 却全部都是外来者 整个村子 瞬间安静了下来 这些村民 在一瞬间 全部鸦雀无声 已经快要走到 村口的张叶 听到这个年轻人的话 脸上露出一个微笑 将背挺得更加的直了 坚定的朝着村口方向走去 吉门顿甲村的村民呢 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将目光望向 已经走到村口的张叶 他们想起自己先前 对对方冷嘲热讽的话 刺客呀 一个个面色通红 这等于是拿自己的话 狠狠地删了自己一个巴掌 什么外来者都是笑话 什么只有三十六洞天福地的盛事 他们自己就是最大的笑话 两个小时过去了 第二十三座山峰试炼塔口 出现了一位道士的身影 浑身染血 而站在试炼塔门前的所有人 都沉默地看着他 闯第九层 失败了 所有人都知道 这位外来的道士 失败了 但即便如此 也没有人敢开口嘲笑对方 因为能闯过八层 已经是需要他们 仰望的存在了 他们拿什么去嘲笑人家 笼罩在第二十三座山峰上的 金色云霞散去 连云子抬头 看着其他两个方向 依然未散的金色云霞 双眸一凝 神色顿时变得凝重起来 那两个人还没有出来吗 连云子从塔前迈步走下来 也不看身边的村民 而是直接朝着村口走去 而他所去的方向 正是风水村所在的第六座山峰 护佛村 试炼塔下 看着已经消散的一片云霞 许多人发出一阵叹息声 这云霞消失啊 就意味着冲击第九层失败了 这是第八层和第九层 别看只是相差一层 却是天差地别 闯过第九层就是天字级的天才 而第八层也只不过是 弟字级的顶尖天才 是啊 而且我听说 从第九层开始 每闯一层都会有巨大的危机 一旦没成功 很容易让自己受伤的 这严重者甚至还会丧命的 不然的话 那些弟字级的天才早就来闯塔了 除非是有万分的把握 不然谁也不敢轻易诚实第九层的 在这些村民感叹的时候啊 笼罩在他们头顶上空的金色云霞 也同样是消失了 这就意味着 试炼塔内的那位小和尚 闯第九层也失败了 没多久 小和尚的身影出现在了试炼塔的门口 一如进去时的平静 脸上永远是挂着那自然的笑容 抬头看了眼天际 仅剩的一块金色的云霞 在失恋塔下呀 早已有两位佛邪的和尚在那等候了 将情况给佛子诉说了一遍 佛子沉默了半赏说道 阿弥陀佛 去封水村 三片金色的云霞 目前只剩下封水村上方的那片还在 除了佛子和连云子 也有其他村的村民 开始赶往封水村 封水村内 人越来越多 尤其是最近几个山峰的人 全部都赶来了 也包括山上修炼的那些天才 哎呀 三位外来者 只剩下这一位了 我估计 也闯不过第九层 是啊 这第九层太难了 不然也不会这么多年来 也只有那么几位 能闯过第九层了 叶师兄 你觉得 他能闯过第九层吗 于昊摇了摇头 应该是过不了 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了 我记得当初 那些能闯过第九层的人 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的 我说他能 就在于昊话音刚落的时候 一道笃定的声音 在人群中响起 所有人朝着声音发出之处看去 那里有着一位道士 一身道袍都已经被鲜血染红了 但依然是直挺的 朝着风水试炼塔这边走来 林云子 徐华看到这道士 脸上露出惊讶之色 这连云子 怎么会搞成这样 不过呀 更多的人 是不认识连云子的 这些人脸上露出困惑之色 纷纷询问身边的人 这道士是谁啊 我知道 他就是在第二十三座山峰 明道峰 闯过第八层的那位外来者 哦 原来是他呀 这人群中啊 本来还不服气 想要开口反驳的村民 一瞬间闭上了自己的嘴 一位闯过第八层的人 说出来的话 他们就得考虑一下了 哼 不就是闯过第八层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于师兄不也是闯过第八层 于师兄还说不能通过呢 风水风下来的一位天才青年 不懈地说道 你是在质疑我的话吗 连云子目光炯炯地 盯向这位年轻人 一瞬间呢 这年轻人的脸色就变得苍白 因为他感觉到了 对方身上散发出来的沙气 就好像是汪洋大海一样 而他就是那一夜偏周 随时会被浪潮给打翻了 哼 在我面前出手对付我风水风的人 是当我风水风无人吗 于昊一步站出 挡在了那年轻人的面前 凝视着连云子 两人四目相接 连云子的手 已经握在了背后的剑柄上了 阿弥陀佛 连云子道兄 不妨稍安勿躁 秦大师能不能通过第九层 一会儿不就知道了吗 何必争执呢 一位小和尚 在两位和尚的护区中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看到这位小和尚 这回不少人学乖了 直接开始打探 对方的身份起来 当知道这位便是在护佛村 闯过第八层的外来者 便庆幸自己没有冲动 夫子 我来得太早了点 我现在正手痒呢 也罢 以后还有的是机会 连云子将自己的手 从剑柄上拿下 深深地看了眼于昊 自顾地走在了一旁 直接是靠在了 那块天才碑上 风水村的村长 看了看余昊 又看了看连云子 张嘴想要说什么 可最后啊 还是忍住了 所有人在这一刻 全部都望向 试炼塔的第九层 到底是连云子猜对了 还是余昊的猜测正确 正如那位小和尚说的那样 结果很快就会公布了 想要收听更多 有声小说 请下载 喜马拉雅 手机客户端 风水试炼塔 第九层 秦宇神情凝重 在他的面前呢 是81道 不同的气场 这些气场 浓缩成 一道道的风暴 在这一层当中 四年 每一道风暴 都是极其的恐怖啊 秦宇可以肯定 就算是五品风水大师 都不能抵抗住 这一道风暴 更别说 这里还有81道 至于第九层的阶梯 秦宇也看到了 就在风暴的对面 那里啊 一扇通往第十层的大门 就屹立在那里 只要走过去 便是成功了 唉 看来这第九层 是一道坎啊 第八层的时候 才只有九道风暴 这一下子 暴增了九倍 秦宇摇了摇头 站在原地 停留了许久 之后啊 双眼一亮 浑身的气势 开始攀升 体表出现了一道荧光 护住全身 一步 两步 三步 秦宇朝着对面的阶梯走去 第一道风暴袭来 吹散了秦宇的发型 无恙 第二道风暴出来 吹动了秦宇的衣衫 依然无恙 第三次啊 三道风暴袭来 秦宇的步伐速度变慢了 第四次 九道风暴袭来 顷刻间 秦宇的上身撕裂成两半 卷入风暴之中 绞成粉末 第五次 秦宇已经走到了中途 二十四道风暴 同时袭来 秦宇浑身 再无一物遮体 第六次 四十八道风暴袭来 这一次 秦宇并没有被动的承受 左手一点 点在一道风暴之上 风暴崩裂 但瞬间又开始重组 在这个全是风暴的世界当中啊 风暴是消灭不了的 因为风一直存在 秦宇双手飞快地掐绝 扣中念头 五左眼为日 右眼为月 四肢为星辰 鹤令而风云随 震动天地 四方大地 皆将无身 五行不息 死为赤令 上三清神咒之神血咒 再次施展开来 一瞬间呢 整个第九层的空气 仿佛被凝固了 所有的风暴都被静止了 一层层的冰雪 将这些风暴给覆盖住了 以秦宇现在的境界和实力 施展起来的上三清神咒啊 那威力 确实要比大师宴上厉害了十倍不止 瞬间冰封了一切 这是仅仅仅那么几秒钟 咔嚓 清脆的冰雪破碎声 在第九层的每一个角落响起 哪怕是威力如此强大的上三清神咒 依然不能完全将这些风暴给凝固住 不用一会儿啊 这些风暴就会再次肆虑 不过 对于秦宇来说 这么一会儿已经足够了 因为这足够他走到阶梯口处 他要的就是这么几秒钟的时间 试炼塔 第九层处 爆发出一片璀璨的金光 上方苍穹的那片金色云霞 在一瞬间降落在了试炼塔上 整个试炼塔被金光给笼罩了 试炼塔的下方 连云子的嘴角微微翘起 双目凝视着那金光 而对面呢 于昊的脸色 却是变得十分的难看起来 金光出现 意味着试炼塔中的那位外来者 成功地闯过了第九层 也意味着 对方不但天赋 比他还要恐怖 而且他的猜测 也错了 整个试炼塔的下方 一片寂静 然而 试炼塔下方 一片寂静 不代表其他地方也平静 在整个三十六栋天浮地的 苍穹之上 出现了一道金色的塔身 如果仔细看 便可以认出 这道塔 正是风水试炼塔 九层过 试炼塔出 所有三十六栋天浮地的人 都知道这句话 这是有人闯过了 试炼塔第九层了 快 去风水村 别管是不是外来者 闯过了第九层 那些大人们也会坐不住的 在大人们眼里 之所以不收外来者 那是因为那些外来者 还没有让这些大人们 必收不可 但是第九层不同 第九层 这种天赋 已经足够那些大人们动心了 无数山峰洞府中的修炼者 从洞府中走出来 朝着风水村的方向 飞奔而来 他们都想要在第一时间 赶往风水村 目睹那些大人的出现 风水峰 山巅的顶峰 一直隐身在云海中的那位男子 终于从云海中走了出来 那魁梧的身形 每一步落下 都会引起 整片山峰的颤抖 第九层 这位外来者的天赋 确实不错 值得本座 为此违约了 只要将这外来者 收归门下 我也会有两位天机的弟子了 山峰的另外一段 一直盘坐着的男子 也站了起来 廖冰肯定会招揽 这位外来者 我们四人 就我和他 只有一位天机弟子 杨一和魅厚 都有两位弟子 这个人 我也是要了 两道恐怖的气息 从山峰之处 离开了 飘向那风水村 所在之处 哼 果然 风起和廖冰 这两人坐不住了 都离开了 杨一 难道你不动心吗 妩媚的声音 在山巅响起 九层 不过才是天级的 最低要求而已 而且还是一位外来者 不值得 不值得 苍老的声音 回荡在山巅 哼 还真是老古董啊 这门户之剑 这么的深 只要这外来者 能够突破 第十层的话 我可不管 是不是外来者 都要插一手了 妩媚的声音 仿佛是在自语 山巅 再次恢复了平静 顶峰之下 还是那座洞府 这一回啊 却是有四位 从各自的洞府中 走了出来 只有左侧第一个 和第二个洞府 依然是没有身影出现 三男一女 目光凝视着 苍穹上的那道 试炼他 又盯着山下的风水村 其中一位 开口说道 闯过了第九层 几位大人 肯定会出手招揽 没准咱们又要 多一位同伴了 没想到 现在外来者 也能闯过第九层了 这是几百年来 外来者在这里的 最好成绩了吧 唯一的一位女子说道 是啊 我看咱们 也下山去看看 毕竟这以后 也算是一起的了 只是不知道 会是被哪位大人 收为门下 四人交谈了一阵之后 回头看了眼 那悄无声息的 左手两座洞府 飘然下山了 范师兄 这外来者 通过了第九层了 在我眼中 通过第九层 和通过第一层 没有什么区别 小妹明白了 在这四人离去之后 左手的两座洞府 却是传来了交流声 不过呀 在简单的两句交流之后 再次陷入了沉默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学灵异小说 超品相诗 作者 九灯和善 演播 丸子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 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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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